发从老手猎奇纯情奶狗反被扑倒 这是什么戏码 江彻 男 身高186 是个感情上理论丰富 实则实践为零的处男 本打算在30岁生日这天来一场厌狱 摆脱处男之身 哪成想好不容易在酒吧物色到一只纯情奶狗 竟在酒后化身恶狼 将自己吃干抹净 小奶狗名叫林济 22岁 身高180 是个腿空 今天是他第一次和同学去酒吧玩 几个同学各自去找妹子 留下他一个人 局促又不安 有女人搭讪 他都尴尬地拒绝了 可他不知道自己早已被江彻盯上了 江彻就喜欢这种又嫩又纯情的 自打林济进来 江彻的注意力就全被他吸引了 像是狮子锁定了猎物 眼中尽是势在必得 他招呼服务员 给林济点了一杯蓝色岛屿 然后起身朝他走去 江彻身高186 身材比例极好 因此 当他走过去的时候 林济满眼都是这双大长腿 然后这双腿的主人竟然挨着自己坐下了 嗨 认识一下吗 这是在跟自己打招呼吗 从来没被这么帅的人接近过 林济有些害羞 逼着头发看人 还很戳戳地往一边挪了挪 江彻更兴奋 这小家伙又纯情又干净 今天算是捡到绑了 正想着 服务生走了过来 先生您的酒 林济赶忙摆手 我没有要酒 我不能喝酒了 然而服务生还是放下了酒杯 是这位先生给您点了 林济有些惊讶 看向江彻 只见江彻唇边挂着迷人的微笑 拿起酒杯递过来 我觉得这酒很适合你 林济愣了一会儿 回过神来 实践他依然举着酒杯 只好接过来 他只喝了一小口 边喝边偷偷地用余光描江彻 帅气的脸 静瘦的腰 紧跳的臀 最后描到他的双腿 目光就再也磨不开了 好漂亮的腿啊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看的腿 虽然林济已经极力掩饰了 可江彻还是发现了 小家伙在看我的腿吗 由此 他多了一份把握 江彻可是情场老手 他贴近林济耳边轻声说 你喜欢我的腿 这媚妇的声音 伴随着暧昧的气息 让林济受不住的倾吼出声 他情不自禁地回应道 喜欢 江彻嘴角 升起一抹玩味的笑 逗弄般说道 你这癖好挺奇怪啊 林济如梦初醒 才发现自己刚刚好像中了鞋 不自觉地就说出了喜欢二字 他羞得满脸轰红 对 对不起 我冒犯你了 江彻又不依不饶地问 你觉得我的腿好看吗 林济整个人心跳加速 像是被迷惑住了 喃喃地说 是真的很想摸一面 于是眼巴巴地问道 可以吗 江彻被他可爱到了 恨不得马上把他拆吃入铺 见猎物上钩了 他不再耽误 于是起身说道 跟我来 花丛老手猎奇纯情奶狗 反被扑倒 这是什么戏码 上集说道江彻在酒吧一眼 相中了小奶狗林济 当即发起攻势 并成功将人带到房间 他给林济倒了杯酒 打算借着酒精 尽快进入正题 林济犹豫着该不该接 我 我哥哥说我不能喝酒的 江彻凑近林济的耳边 轻声说道 喝一点没事的 刚刚听你同学说 你都大学毕业了 还没喝过酒 以后出了社会会让人笑话的 他心里坏坏地想着 不喝 那我还怎么欺负你 此刻他还没有意识到 他正在努力地给自己挖坑 林济被这暧昧的气氛蛊惑了 眼中有些迷蒙 额间汗水慢慢滑落 不自觉地吞咽着口水 江彻眼中净是蛊惑的义 哥哥我是过来人 懂得比你多 嗯 喝一点 没关系的 是的 江彻见此 举起酒杯含了一些在口中 上前附在了林济的唇上 林济顿时没了抵抗力 任由酒水一丝丝滑入口中 很快他的脸上爬满了红韵 江彻将林济扑倒在沙发上 酒精开始发挥作用 林济此时晕晕的 可他眼中江彻那漂亮的脸蛋却异常清晰 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他只想让这张脸的主人躺在自己身下 而他也真的这么做 等江彻察觉出不对劲时已经晚了 他一下被林济扑倒 动弹不得 林济仿佛一瞬间变了个人 他的眼神像一只正在觅食的魔兽 说出来让让江彻诧异又有些心惊的话 我对你一见钟情 也还很长 我们的时间还有很多 江彻一个机灵 这还是刚刚那只纯情奶狗吗 喝完酒就变了个性格 这就是不能喝酒的原因 喂 你干嘛 林济手中的动作不停 干嘛 你不就是想要这个吗 你的腿我喜欢 你是我见过最好看的人了 此时他的力气出奇的大 江彻挣扎不过 竟试图跟他讲道了 林济丝毫不让 晚了 是你先惹我的呀 江彻欲哭无泪 没想到三十岁的生日这天 他竟是以这种方式结束处男之身的 纯情奶狗酒后化身恶狼把江彻压倒 事后却不打招呼直接跑了 江彻被占了便宜 醒来后找不到人 气得肺都要炸了 他无处发现 只得和多年好友江俊琛诉苦 谁知江俊琛居然听得津津有味 还有心思品酒 江彻抓着他的衣领 老子跟你说 我三十岁这天被一个男人呃死啊 不仅被呃死啊 合合地拍着他的手 你说你 明知自己是个脸王 还把灯光调得那么暗干吗 没错 江彻是个脸王 他完全不记得灵机的脸 想找人都找不到 简直是奇耻大虑 江彻暗自下决心 抓到他 一定要他跪下来磕头 江峻撑不紧 所以 你为什么会去酒吧 江彻深深吸了口烟 咬牙说道 都是一文涛那个混蛋 原来 昨晚 江彻曾经的追求者一文涛来到了他的生日宴 这个骨灰及总裁文爱好者明明比自己矮 还要学着小说里面的套路逼宫自己 被嫌弃了之后 竟然还嘲笑自己只会口哀 实际上 却是个连和别人XX的经验都没有的老头小子 这也叫他怎么忍 他一下头脑发热 就打算立马摆脱出男的称号 江峻撑饶有兴致地听完了 所以 你就去酒吧撩了一只小奶狗 江彻气不打一出来 小奶狗 那也能算奶狗 喝了一口酒就变了个人 骗子 他狠狠地垂了下你 江峻撑无语 我说总裁大人 你一把年纪了能不能稳重点 不惹这种风流债了 江彻不服气 稳重一点就能过来猪拱了吗 老子只是想找个小情人一展雄风 怎么就能让人反攻了呢 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他一万地想不通 只能把头埋起来 喃喃地念叨着 世界都是黑暗的 奶狗都是假的 老子想破处怎么这么来 江峻撑扑斥一下笑出声 从某种意义上说 你已经不是处男了 而此时 我们的另一位世界男主角正在发呆 邻机手中拿着一件白衬衫 脑子里全是与江彻昨晚的种种 这件衬衫是他早上慌乱之间 不小心带回来的 衬衫的领口内 画着一个可爱的卡通头像 没想到 他看起来一副精英的样子 撕下去这么可爱 邻机想着想着 不由地红了脸 他像着了魔一般 拿出一支笔 在江彻的衬衫领口处画了起来 画完后 他看着自己的杰作 只见那上面赫然是另一个卡通头像 他把自己画在了江彻旁边 两个头像中间 还挑了一颗爱心 邻机看着看着不由 露出痴痴的傻笑 脑子里依然控制不住的 自想着昨晚的种种 然而 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他心心念念的江彻 正垂着自己酸痛的腰 口中骂骂咧咧 势必要将他抓住 邻机自从与江彻度过了一个 美好的夜晚后 时时刻刻都想着他 江彻那晚的风情 在他心里扎了根 无时无刻不再撩拨着他 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腿 和这么好看的人 他无法克制内心的欲望 只能借着江彻那件衬衫上 可是这远远不够 好想再抱抱他 邻机再也克制不住 冲进卫生间 一边喃喃地叫着江彻的名字 一边用那件衬衫 做了一件不可描述的事情 他满遍通缝 不知道自己为什么 会对一个刚认识的人 产生如此强烈的感觉 邻机突然有些看不起自己 觉得自己堕落 他懊恼地把江彻的衬衫 放进水池 仔细地洗干净 要是那天留下就好了 还能多说几句话 说不定还尿到了早安稳 可是 他想到那天江彻哭着说 自己夺了他的第一次 还一直说的 早安稳怕是要不到的 他也想温柔一点的 可是喝了酒之后 没办法控制情绪 邻机越想越失落 他将衬衫亮起来 仔细履屏上面的褶皱 震动其事地说道 我会对你负责 一周后 江彻无聊地坐在一家 便便的客座上无所失事 他今天是陪他的新女朋友逛街的 他对自己的每个女朋友都很大 女人花时间 他发钱 各取所需而已 可愿意发钱 可愿意陪逛街是两码事 他考虑要不要逛完这家店就分手 正想着 他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劲 怎么感觉自从进了这家店 就一直有人盯着他 他侧过头看了一眼 发现收银台的一个身穿工作服的男孩 正在看自己 发现自己看不去之后 那男孩又赶忙回避了 还拿了一本书装作很认真的看 可他的局促已经出卖了他 江彻来了兴致 好有意思的小家伙 竟然还会害羞 他不自觉地就奔着灵机去了 是的 那男孩正是灵机 他刚好在自家哥哥的店里上班 江彻朝他走来时 他很是紧张 江彻一只胳膊随意地搭在柜台上 你好 可以给我拿一本你店里的杂志吗 灵机呆呆地指了指货架 那边有的 江彻微微一笑 左手直接握住了灵机拿树的柚子 可我只想要你手里那本怎么办呢 灵机直接羞红了脸 赶紧将那本书双手奉上 还一边想着 江彻是没认出我吗 难道是因为我戴了眼镜 灵机摘下眼镜 想让江彻看清楚自己的脸 然后直接摊牌 可不巧的是 江彻带来的那个女人 却在此时挑好了东西 正叫江彻过去欣赏自己的新衣服 灵机刚要出口的话 就这么被打断了 刚睡过没几天的人 江彻转头就能忘 你以为他很渣 不他只是脸盲晚期而已 那个夺走自己第一次的骗子 就站在他面前 他竟然一点也没认出来 还又一次被他吸引了 灵机也没想到 惺惺念念的江彻 竟然毫无预期地出现了 可是他好像完全不记得自己 不仅如此 他身边还跟了个女人 灵机有些不开心 这人下了自己的床 转身就能拥抱别的女人 难道他经常这么做 那天晚上他说 第一次也是骗人的 这边灵机胡思乱想 那边江彻也不好过 好不容易碰见自己喜欢的类型 怎么才能不那么刻意地 要到联系方式呢 想了半天 他竟然拿了一张空卡结账 结果可想而知 机器屏幕上显示余额不足 灵机呆呆地看着他 有些无措 江彻立刻笑嘻嘻地说道 好尴尬 今天出来只带了一张卡 不然你先帮我垫付吧 加个联系方式 回去给你 哪个正经人这么要联系方式 正常人都会以为是骗子 可他今天遇见的是灵机 灵机巴不得能有江彻的联系方式 于是想也不想就答应了 好啊 江彻笑得眯起了眼睛 这小子真是像 不然堂堂总裁用这种旅游 还没有到人家的联系方式 那要被笑死了 灵机红着脸 把手机递还给江彻说道 已经添加好了 江彻接过手机的同时 顺带摸了下灵机的手 明目张胆地占了个便宜 灵机瞬间心跳加速 不可控制地又红了脸 江彻达到墓里 勾起唇角 说了句谢谢 而后心满意足地搂着女人离开了 留下灵机一个人 黯然地看着她们的背影 看着看着 脑中控制不住地浮现那晚 江彻在她身下辗转的无限风情 亲吻她的滋味 真的很让她上瘾 让她念念不忘 她一边回味 一边暗自下决心 江彻 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江彻回到家 有些疲惫 陪那女人逛了一天 还好分手了 闲下来以后 她脑子里又蹦出来 今天看见的那个男孩 虽然又不记得人家长什么样了 但她记得 那是她喜欢的类型 看起来年纪不大 没见过什么世面的样子 应该很好勾搭 她拿出手机 开始给人家发消息 嗨 今天在店里谢谢你帮我付账了 本以为要等一会儿 才能收到回复 谁知对方竟然秒回了 你好 江彻有些兴奋 这小家伙 有点意思 她问灵机帮自己 垫付了多少钱 得知一共三千五百后 她得意一笑 机会这不就来了 她直接转了四千过去 毕竟是你帮偶忙 多余的 就当是提现手续费了 灵机忐忑地拒绝 可江彻哪里会给她机会 你想还的话 下次请我吃饭好了 猎物上钩 江彻得意地哼起了哥 期待着自己 与小家伙的再次相遇 可他哪里知道 他眼里可爱的小家伙 正式夺走他第一次的灵机 他再一次把自己送入了虎口 什么 哥哥对弟弟敬爆 有非正常的感情 这是真的吗 上集说到灵机和江彻联系过后 满脑子都冒着粉红色的爱心 整个人处于一种 云里雾里的状态 连身后有人接近都没发现 直到一个声音响起 看什么呢 手机都按了 灵机被吓了一跳 如梦初醒 红着脸回头 轻声叫道 哥 林东旭不语 等着灵机的下文 哥 我今天也没找到工作 可能要在这里住一段时间 给哥哥添麻烦了 林东旭是灵氏集团的总裁 灵机白天上班的那家店也是他的 灵旭东摸了摸灵机的头 轻声说道 哥哥家不就是你家吗 找不到就在自家店里上班吧 灵机乖乖点头 心想 哥哥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 可他哪里知道 如果不是灵旭东 他早就找到工作 先前他跟灵旭东说过 想靠自己的努力找工作 灵旭东答应得很干退 可被弟弟却让秘书做手脚 阻止灵机找到工作 灵氏集团家大业大 只要他张张总 未经事事的灵旭就算再努力 也不可能有公司愿意录用他 可灵旭根本不知道这些 他站起身 跟灵东旭到了晚安之后上楼准备休息 灵东旭一直看着他的背影 直到人消失在楼梯口 才转身回了房间 望着漆黑的夜空 心中是道不出口的念头 灵旭 你终究还是要回到我身边的 一直待在我身边就好 活得好地 他抽出一颗烟准备点燃 然而却被一阵敲门声打断了 门外传来灵旭的声音 哥 你睡了吗 灵东旭赶忙掐断手中的烟 转身去开门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 门外的灵旭睡眼惺忪 我那边预示的灯坏了 想用哥这边的 灵旭穿着一件宽松的睡袍 他没注意到 自己说话的同时 灵东旭一直在凝视着他 露在外面的锁骨 去吧 完事快回房间睡觉 灵旭出来的时候 就看见灵东旭坐在床上 守着一台电脑在忙 不知道怎么的 他突然感觉哥哥的背影好孤单 他这么想着 慢慢地朝灵东旭走过去 灵东旭察觉之后 回过头问 怎么了 灵旭说道 好久没和各位一起睡了 要不要一起睡 灵东旭眼中闪过惊喜的亮光 他自然不会拒绝 见哥哥答应了 灵旭直接掀起被子上了床 再次到了句晚安 便心安理得地睡了 灵东旭替他盖好被子 凝视着他的睡眠 久久一不开视线 他默默地念着灵旭的名字 控制不住地想抚摸那张稚嫩的礼 可就在此时 灵旭睡梦中喃喃地叫了一声哥哥 灵东旭的手就这么僵住了 他没有忘记 眼前这个人是自己的弟弟 可外人不知道的是 他只是灵家的养子 他和灵旭之间 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 哥哥暗恋弟弟也算正常 因为两人本就没有血缘关系 灵东旭不知道 自己是从何时开始 被灵旭产生了 超出兄弟以外的感情的 或许是今年累月的相依为命 促使了这种情感的萌生 灵旭东本是灵家养子 六岁被领进灵家 灵旭和妻子于欢都对他很好 可是他发现 灵旭和于欢之间 始终充斥着一种诡异的和谐 于欢屡次试图讨好灵旭 可灵旭却一直很抗拒 灵东旭曾经不止一次地看见于欢 因为灵旭的疏离而伤心流泪 直到有一天 他无意间发现一本相册 其中一张照片吸引了他的注意 照片上是两个年轻的男人 一个正是灵旭 另一个可是他从没见过的人 那人一只胳膊轻密地搭在灵旭的肩上 灿烂地笑着 六岁的灵东旭问灵旺那人是谁 灵旺回答 这是你江叔叔 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带着笑的 那是灵东旭第一次见他笑 笑得那样温柔 那样倦怒 之后灵旺问他在这个家开不开心 他天真的回答 当然开心 因为爸爸妈妈在身边 然而灵旺却神情黯然 是吗 可是我却不开心 我这一辈子活得太懦弱 才被困在这 这里虽然能听得见眼睛 看得见天空 但是不自由 因为这里没有我向往的人 那时的灵东旭还太小 不懂灵旺这句话的含义 直到有一天 灵旺和于欢因为一件事大吵了一架 于欢怀孕了 是他给灵旺下药 之后上了他的床 灵旺怒斥着面前的女人 让他把孩子打掉 于欢歇斯底里地哭喊 为什么 我只想要一个属于我们的孩子而已 我知道你很痛苦 难道我就不痛苦吗 我忍气吞声这么多年 这次我绝对不退让 这之后 两人的冷战 更是让这个家 处在一种极端压抑的氛围中 八个月后 灵旗出生了 眼中近视对这个新成员的好奇和喜爱 他本以为两人 已经因为灵旺的出生和好 可因为那件事的发生 灵旺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于欢也失败 尚未成年的灵旺继承了家里的公司 一手拉扯着灵旺 直到今天 灵旺不知道自己从何时开始 对自己的弟弟产生了异样的面向 他只想把灵旺拴在身边 所以 当灵旺提出要自己去找工作的时候 他便让秘书何安顺 暗地里坐手脚 阻止灵旺 今晚灵旺提出一起睡的时候 他想也不想就答应了 面对灵旺那张毫无防备的睡眼 他真的很想做些什么 可他最终没了 他只能借着冰凉的水 浇灭他内心的欲望 借着香烟 舒缓内心的躁动 他以为灵旺永不会发现自己 对他的感情 可他同样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都已经被灵旺看待严厉 风流霸总自以为 遭到一只纯情奶狗 打成想 奶狗其实是一只腹黑小狂狗 江车向来都是行动派 再加上这次遇见的人 他又实在喜欢得这 因此 当晚他便再次给灵旺发了微信 说自己失恋了 天知道他失的是哪名字的恋 可偏偏灵旺还信任 他在收到江车消息的时候 眼睛就一直闪烁着亮光 对于他来说 和江车有关的点点滴滴 都值得他去好好回应 而且他巴不得江车失恋 于是他安慰道 别伤心 你这么好 会有很多人喜欢你的 江车直接顺赶往上爬 喜欢我的人 也包括你 他一边打字 一边得意地笑 要玩就玩大的 好不容易碰见自己喜欢的类型 直接猛攻就行了 得意过后 不知怎么的 他突然打了个冷战 想起了自己生日到晚 酒吧那个表面 乃狗失得禽兽的人 自己眼下又脸盲 第一次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没了 前车之鉴 以后可不能再被哪次诱过 灵旗被他问得不知所获 他是真的很喜欢江车 可是这么直接回答 会不会显得很轻 应该怎么回复呢 正当他想得出神时 手机突然震动起来 将他吓了一跳 他慌张地接起来 听筒那边传来江车的声音 睡了吗 我是不是打扰你了 灵旗太激动了 他一直不住地开始结巴 啊 我 我没 没睡 江车被他逗得扑齿一声笑出来 结巴什么 我有那么可怕吗 灵旗有些傲慢 他平时明明不是这样的 对 对不起啊 江车被他可爱到了 道什么歉啊 你也太可爱了吧 灵旗顿石修的话也说不出来了 江车顿了顿 再次问 刚刚那个问题你还没回答 你喜欢我吗 灵旗红着脸回答 我 不知道 你 你不要这样调戏我了 江车都能想象到 电话那头的小家伙 此时的神情 一定十分可口 他快被这种账满的喜欢折磨疯了 原来世上还有这么可爱的生物 灵旗半天听不见江车的声音 于是弱弱地问 你 你怎么不说话 是不是因为失恋的是不开心 江车被问得一愣 灵旗又说 你不是说失恋了吗 江车一下坐起来 妈呀 不得了 居然真的以为我失恋了 太好骗了吧 他再次顺端往上爬 不要我伤心可以啊 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周末请我吃饭 两人说好时间地点边挂了电话 灵旗红着脸暗自开心 又要和江车见面 真的好期待 而江车也是一样 他拿着手机 唇角挂着得意的笑 鱼儿上钩了 真棒 可他不知道的是 他这些举动 无疑是把自己再次送入了虎口 是会隐瞒身份骗哥哥的 纯情买稿一枚呀 周末下午 灵旗正在店里上班 意料之中地 接到了江车的电话 下班了吗 我过来接你 还是上次那家店是吧 灵旗听着江车的声音 微微红了脸 嗯 我就在这里等你 放下电话 灵旗深吸一口气 马上要见到江车了 他有点紧张 店里的店员见他还在 好奇地问 小少爷 我们快下班了 你还不走吗 灵旗回头 两个女生正在看着他放花吃 他早就习惯了 一会我就走了 刚说完 灵旗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竖起食指 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 等会有个哥哥来 你们别叫我少爷 店员不明所以 但小少爷这么帅 必须说什么都是对的 听话就是了 于是乖乖点头 灵旗交代完 稍稍放下心来 这一下应该不会被暴露 要是被发现了 哥哥逃跑就不好了 正想着 江车到了 在江车眼里 灵旗像的小白兔一样 只是看着 就让他喜欢的不行 他打了个招呼 嗨 久等了 灵旗没想到 江车来得这么快 自己还穿着工作服呢 他顿时有些不好意思 你来了 不 我去换衣服 江车暗自开心 真是捡到宝吧 可爱极了 果然我还是喜欢这种 不安适适的纯情小奶狗 要是让江车知道 他眼中这位不安适适的 纯情奶狗 竟然是隐瞒身份的 灵氏集团小少爷 他的表情一定很精彩 江车趁灵旗换衣服的空档 大手一挥 买下了一整台一架的衣服 足足有几十件 并指明了 叫店员把业绩 攥在灵旗身上 两个店员小姑娘 简直快要磕晕了 这是什么霸动剧情 这么帅的人 和小少爷简直绝配啊 江车突然想到 自己还不知道 小家伙叫什么名字 平时自己逢人就叫宝贝 可这小家伙 跟那些雍之俗粉 怎么能一样 等下要问问他叫什么 灵机从室衣间出来以后 发现柜台密密麻麻 全是包好的衣服 于是问道 你怎么买了这么多 江车随意地回了一句 送人的 灵机嘴甜地 跟两个店员打招呼 姐姐们 我有事先走了 两个姑娘看着养眼的两人 继续放花吃 但你朋友长了啊 两人出了店门 江车首先开口 看得出来 你和你们店的员工 相处得不错 灵机点头 是啊 他们都很照顾我 两人走了没几步路 江车突然顿住脚步 对了 我还不知道 你叫什么名字 灵机心情瞬间有些雀跃 他问我的名字了 他不自觉地又红了脸 灵机 我叫灵机 江车听闻 眼睛一亮 灵机 很好听的名字 他拉起灵机的手 我们走吧 去吃饭 他走在前面 丝毫没有注意到 灵机的脸 已经红得 快要低出起来 江车竟然从灵机身上 感受到了 和那个人相同的压迫感 是他的错觉 江车带灵机 来到一家不错的餐厅 两个人进了电梯 并排站在狭小的空间内 灵机总绝的空气中 都充斥着江车的位置 他有些局处 江车的目光 一直黏在灵机身上 一眼间看出来了 他开口打破了沉默 你喜欢中餐还是西餐 灵机乖乖回答 都可以 你喜欢吃辣吗 我都吃 那你喜欢 都喜欢 江车连着抛了几个问题 灵机每次都回了 短短的三个字 要是江车这么健谈的人 此时都多少有点无奈 这小家伙 真的不太会聊天 两人之间 短短的沉默了几个 突然 江车听见 灵机叫自己的名字 下一秒 一丝温热的呼吸 吹到自己脸上 你的衣服领子没有刚好 灵机靠近江车 直接分明的双手 为他整理好衣领 当他准备收回时 江车下意识地握住了他的手 反应过来后 他不情愿地放开 江车暗自思量 这种感觉 甚至让他想到了那个晚上 江车暗自想着 止不住地打了个冷战 不得了不得了 还好 这时电梯到达的声音响起 打断了他这可怕的猜想 灵机提醒江车 电梯到了 江车看着灵机那张乖巧的脸 暗自摇头 错觉 一定是错觉 他和那禽兽 不可能会有关系 两人进入餐厅落座 江车笑眯眯地说 今天我请客 不许跟我客气 灵机一如既往的乖巧 就点你喜欢吃的吧 其实灵机只是想借此知道 江车喜欢吃什么 他想把关于江车的点滴都记下来 这样 以后就可以不被嫌弃了 一会儿的功夫 灵机不声不响地 已经开始憧憬两人的后半辈子 他甚至想到了 他们老了以后 并肩坐在一起看夕阳的场景 越想越开心 好像这些都已经实现了 那边江车点完菜 发现灵机安静地坐在一边 不知道在想什么 总之就是不说一句话 小白兔怎么这么害羞 果然还是要我打破沉默 他起身走到灵机坐着的那侧 灵机被他突然地举动惊了一下 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 江车挨着灵机坐下 胳膊有意无意地搭在灵机身后的椅背上 露出迷人的微笑 灵机 你现在大学刚毕业是吧 灵机轻声音试 江车握住灵机的手 身体贴近他 先找一份工作安定下来吧 你现在有地方住吗 江车温热地呼吸 轻触在灵机的脸上 灵机有些心愿意吗 没等他回答 就又听见江车说道 没有的话可以来我家 江车为了拿下小可爱 他的上半身逐渐朝灵机倾斜 有意无意地在灵机耳边吹着气 像个开瓶的孔雀 极力地散发着魅力 灵机微微恭起身 觉得周围的空气都充斥着江车的气息 他真想一口酒把自己灌醉 然后把江车压倒 可他还没忘记 这是在公共场合 我和哥哥住一起的 江车问道 你这么大了 还和哥哥住 灵机乖乖点头 是的 我家里只有一个哥哥 我跟哥哥一起长大 哥哥还很辛苦 要跟我上学 因为还没找到工作 所以和哥哥住一起 灵机说的是实话 可这番话听在江车耳中 却自动给灵机树立了一个家境贫寒 父母双亡的小可怜形象 他立马心疼了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你 江车暗骂自己 瞎问什么 这下好了 触碰到人家的伤心事了吧 灵机连忙安慰 没关系的 你早晚要知道的 我不介意 江车脑瓜一转 脱口而出 其实我也是三亲家庭 这话一出可不得的 本想安慰灵机 可花音刚落 灵机肉眼可见的情绪低落起来 气氛更奇怪 还好服务员来上菜 才拯救了江车的尴尬 他不停地给灵机加菜 灵机乖乖地吃 江车加什么 他吃什么 只是他吃东西的同时 眼睛一直没离开江车 他面前堆了满满的食物 来者不拒的后果就是 他吃撑了 饭后 他扶着胃部走不动路 小家伙难受的样子 看着江车有些心疼 你吃不下 怎么也不说一声 我又不会吃了你 说完又暗自自责 怪我怪我 灵机只是想让他开心而已 灵机微微皱着眉 有些难受 脸颊泛起红韵 眼睛也湿漉漉的 这副样子 看得江车下身一紧 他到底知不知道 自己有多撩人 这种无意识的撩 最致命的 关键他还就吃这套 灵机缓了一会儿 抬头问道 江车 你今天开心吗 江车点头 嗯 我很开心哦 他也不知道 向来喜欢刺激的自己 为什么会沉浸在这种平淡的相处中 甚至想和这个人 永远这么平淡下去 江车把灵机送走后 独自坐在车上沉思 我今天怎么了 怎么会被一个小不点 搞得心跳加速 正想着 司机突然问他 明天去不去金家的宴会 江车不感兴趣 那不是金家老头举办的吗 又没有美人 有什么好看的 老板 金家小姐回来了 听说是个美人 江车文言 暗自思量 我把全部心思 都放在小家伙身上了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怎么能为了一片绿叶 放弃整个森林 既然有美人 就去看看好了 说不定能让我收收信 关于金家的宴会 林冬旭也同样收到了邀请 林继一回到家 发现哥哥的秘书 何安顺也在家 安顺哥 你今天怎么来了 何安顺的眼神 有些不自然 他遮掩式的 拉拉拉衬衫领口 那个 我来拿个文件 公司里有点事 我先回去了 说完便出门了 林冬旭把何安顺送走 之后告知林继明天 要和他一同参加金家的宴会 林继犹豫着说他不想去 林继 如果有一天 我和爸爸一样走了 你要有能力 称的启林氏集团 林继见哥哥如此 就知道自己逃不过去 只好妥协 那听哥的 明天一起去好吧 江彻做了一个怪异的梦 梦里是他多年未见的初恋情人 而奇怪的是 那人竟出现在一片墓园中 虽然只是一个背影 可江彻确立刻认出来 因为他对那人太过熟悉 启明 他大喊一声 追上去紧紧抱住那人 启明 这次我不会放你走的 梦里的魏启明 并没有出见夫人的惊喜 而是满身的抗拒 江彻 我们根本不合适 你还要我跟你一起 遭受别人异样的眼光多久 别这么自私行 他满眼利色 看江彻的眼神 像是在看垃圾 放过你自己 别放过我吧 梦里的江彻因他的话而痛心 想要再说什么 可下一命 魏启明的身影 却如飞灰一样 被风吹散 江彻焦急万分 伸手想要抓住他 启明 不要离开我 但他最终却只听见一声大喊 你滚啊 江彻被刺痛的一阵恍惚 画面一转 只见一个男人 跪在一座墓碑前 他的身侧是一个陌生的小男孩 那男孩拉扯着他 声嘶力竭地喊道 杀人犯 不准你祭奠我爸爸 江彻定经理看 墓碑上是一个英俊的中年男人 下一秒 跪在地上的男人 又被小男孩狠狠地推开 杀人犯 我爸不要你假惺惺地从行 恶心 滚啊 江彻在一旁看得着急 想要劝他 却被男孩控诉为杀人犯的儿子 男孩不住流着泪 痛恨地咒骂 树寨子长 你怎么不去死 江彻大声反驳 他不是杀人犯 下一秒 江彻惊叫着坐起身来 才发现 原来刚刚那些都是自己的梦 他抹了一把汗 暗自疑惑 怎么会梦到初恋 是不是 跟昨天的小男孩发展得太快了 日游所思才会梦到 他喝口水瓶错了一下情绪 然后暗自想到 要不还是等一等吧 还有 墓碑照片上那个人的儿子 为什么让我有种熟悉的感觉 他不想再往下想 于是便整理着衣裳下了楼 楼下 江济海正在看报纸 听见声音头也不回地说道 怎么才行 金家宴会快开始了 时到不好看 江济海是江彻名义上的父亲 实际却是江彻的舅舅 这是一个江家人都知道 却没有人说出去的秘语 大家都以为 江济海是为了江彻 才没有结婚生 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父亲 而江彻刚刚梦里 那个跪在墓碑前的男人 正是江济海 江济拿了外衣 随意地回了一句 没事 不会晚了 我心里有数 江济海无奈摇头 却也没说什么 江济临出门前 突然停了一下 对了吧 江济海抬头看他 怎么了 江济本想问问那个梦 可最终却犹豫了 什么也没问电离开了 江济海看着 啪哒一声关上的门 不由得纳闷 这孩子 最近怎么神神秘秘 心里一旦有了人 就连初恋也要靠边站 江济在金家宴会 遇见未请 不曾想他竟和金家小姐 一起出现 想想也有十年未见了 可那要怎么样了 被世俗左右 而抛弃恋人 就活该被唾弃 不好意思 这位先生 我们认识 面对江济的无视 魏启明感到愤怒 无奈金大小姐陪伴在客 有口难言 指得伸出手 对不住 江先生 冒犯 江济一点也不想 碰触眼前这个 造貌黯然的男人 可握手的时候 还是不由自主地 想起了以前的种种 少年美好纯真的情感 总是不经意间 在心底的某一个角落排环 那时的魏启明 阳光温暖 江济被他深深吸引着 可不知从何时起 世俗的评判 成了横在他们之间的 一道红沟 江测自以为 可以拥有一辈子的 刻骨铭心的爱情 就这么被魏启明的 懦弱和调 往事不可追 那么多年过去了 这段感情留下的伤痛 也早已烟消云散 江测不再多想 故自带着 惊家的小娃娃玩耍去了 而此时的灵机也在场 只适合在这种场合里 游刃有余的哥哥相比 他就显得局局多了 被哥哥硬拉着做的发型 像一坨铁一样 压得他喘不过气 他和哥哥打个招呼 要出去吐吐气 再待下去 真的会被憋死 可没想到 刚一出门 便看见了他心心念念的人 江测怎么也在这 他一见江测就脸红 想鼓起勇气上前打招呼 却发现 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男人 那男人好像还和江测认识 江测跟金家小娃娃玩得好好的 不曾想魏启明去跟过来 还要和自己聊聊 江测里都不理 冷哼一声 转身就离 魏启明拉住他 愤怒地说道 想怎样 是不是以前没和我发生过什么 觉得不甘心 想要深入交流一下 那我就满足你 他假意靠近魏琴 却一下被推开 你 你想干什么 江测笑得反思 你这一副直男做派妆的不累了 一旁的灵骑再也看不下去 他上前抓住江测的手 刚刚还一副战斗机架势的江测 立马歇了他 灵骑 怎么是你了 他仔细地打量灵骑 小家伙换发行了 真好看 灵骑碰见江测 就脸红这个毛病 一万年也改不了 因为 他满脑子都是灵骑在他身下 闪转的影影风光 他磕磕绊绊地说道 碰 碰巧 你刚刚在干嘛 江测手腕被抓得生疼 叫灵骑先放开自己 灵骑如梦初醒 对 对不起 他拍拍自己的脸 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 他有些霸道地拉起江测就 灵骑一出现 江测哪里还顾得上自己那个脖皮粗脸 他眼里只容地吓了一剂 小家伙 怎么今天有点霸道的样子 好喜欢 不过 这么着急带自己离开 到底是要做什么呢 醉酒之后白切黑 可乃可微的小狼狗 到底有锅香 灵骑又霸道又温柔 江测根本没理由不爱 话说灵骑把江测 从未起民的纠缠下解救出来后 带他来到一处安静的地方 没等灵骑编好自己出现的原因 江测便自动挠不好来 你一定是平时在服装店打工 休假又来这边当酒的事 灵骑一时语色 不知该如何回答 尴尬半晌 只得说了句对不起 江测摸了摸灵骑的脑袋瓜 这有什么对不起的 要是累了 就来哥哥这里 发从老手本性使然 他开始故意知道暧昧的气氛 身子一点点靠近灵骑 灵骑瞬间红了脸 他突然闻到一丝酒气 怪不得光天化日就开始撩自己 我长得帅 江测向着开腾的孔雀 晃得灵骑呼吸微微疾苦 江测见他不已 更是得寸进尺 为什么不说话 他一边低声问道 一边跨过灵骑的双脖 灵骑被抚摸着脸颊 一声一难道 好看 江测不依不饶 有多好看 两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危险 灵骑有些恍惚 差点就想说和那晚的女一样 好在半路来了的急刹车 回过神来 他暗自惊呼 好险 差点暴露了 江测以为自己吓到他了 于是轻叹一声 在灵骑身旁坐下 别紧张 我逗你吧 他略意思量 又说道 我的性取向你也看到了 你不怕我吗 见灵骑神色并没有因他的发问而紧张 他要暗自窃喜 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别的来 其实灵骑也只是在装弹定而已 他自顾自地认为 江测刚刚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故作轻松 是在掩饰自己的情绪 因为 他从江测和魏锦银的谈话中猜到 江测应该是在他们那段关系中受过伤 他不愿看着人在自己面前这么累 于是鬼使神差地凑上去 稳住了江测的腿 江测被突如其来地稳震住 这是什么情况 他刚刚不是在跟灵骑聊要不要和自己混合 怎么都被亲了 虽然不明白为什么 可还是不自觉地享受这一吻 一吻过后 他整个人都有些发抖 灵骑用鼻尖蹭着他 轻轻捕摸着他的脸 不要害怕 也不要再掩饰了 江测突然就明白了这个伟的含义 小家伙是在安慰自己 告诉自己 在他面前可以肆无忌惮吗 他突然有些鼻子发酸 这小兔崽子 搞什么吗 原本不伤心的 毕竟和魏锦银分开也快十年了 如今以这种方式见面 也不是不能接受 可是被灵骑看透了心事 自己好像突然多了个 可以依靠的人 不由得有些委屈 灵骑发现江测的异样 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怎么了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惹你哭的 别哭好不好 江测有些羞脑 我才没哭 灵骑赶忙哄他 你没哭 是我今天没戴眼睛看错了 他刚想再说什么 眼角余光 突然撇到不远处的一人 那人正是自己的哥哥 表面上敷衍 暗地里骂娘 这就是如今江测 对他那跌下神坛的 白月光的态度 上集说到灵骑和江测 发源私会时 看见了灵东旭 灵骑怕哥哥过来 不小心拆穿自己 赶忙亲了江测一下 以回去工作为由 起身就走 我会想你的 他留下这句话 便一溜烟跑了 只留下江测一个人 红着脸发呆 就这么走 他摸着被亲过的地方 物质走神 这个小屁孩 是在无意识地撩望 他沉浸在那个吻中 却没发现 刚刚发生的一切 都已经被不远处的 魏琴看到 他面色平静 可垂在身侧 逐渐握紧拳头 却表明了 他此刻的愤怒 江测即将离开金家时 金家小娃娃 缠着他不让走 田田 哥哥有事情 下次再陪你玩好吗 田田问他 是不是真的 没等江测说话 身后一人便 替他做了回答 当然是真的 江测不须回头 便知道是魏启明 魏启明亲声问道 对吗 江测 你还会再来的吧 介于不能在田田面前说不 江测只好对眼地回了一句 当然 今天多谢金家的招待 我先告辞了 然而 嘴上说的这话 心中却暗自抱着粗口 对你妈 魏启明得到想要的回答 满意地笑了 江测 再见 江测心中又是一句粗口 带你妈再见 江测正在上班 忽然接到江测的电话 哥们遇见烦心事了 出来陪我喝酒 江测偷偷瞄了眼神策的一个人 那个人是他的老板 一个十足的大美人 就是从头到尾 艺术细菌有点泛爱 活脱的文艺泛青年 江测称见那人并未注意自己 便悄眯眯地溜走了 可他不知道的是 自己的小动作 根本没逃过那人的眼睛 那人默默地拿出小本分 上班偷跑 记过一次 他来到窗边 发现楼下和江测称一起的是个男人 不禁沉下脸来 很好 词汇男人 记过两次 江测称根本不知道 短短一分钟内 自己已经上了两次黑名单 他见到江测十分暴躁 老子的灵感都被你打断了 要是没事 你就给老子等死吧 江测知之无 不知该如何开口 知无了半天 他终于指了指自己的脸 我被人轻 呸 不是 我看见魏启明了 他之后半句 搭上语义不明的前半句 直接让江俊称账了 你他妈被魏启明那个人扎轻了 气死我了 他不怕别人 骂他不喜欢你了 江俊称抓着江测的肩膀晃啊晃 只把江测晃得差点灵魂离体 不是他 只是我今晚去金家宴会 遇到了魏启明 江俊称见不得好哥们 因为一个渣男异议 大手一挥 喝酒去 今天哥们陪你喝个够 那个狗男人 是不是想让我回心转移 我配 垃圾 渣男 酒吧里 江车拉着好哥们 一起大妈为起名 江车借酒交仇 边骂边喝 我要喝得人见人爱 八见花开 但很快 他这朵花就念了 他醉倒在江俊称怀里 并开始念叨起来 我的小可爱灵迹 嘿嘿 江俊称见他醉得厉害 只好把他送回家 车上 江车醉得一塌糊糊 却还想着灵迹 迷迷糊糊的口中 不停地念叨 我的小可爱 给香一个 江俊称有点心疼他 父母都不带了 初恋又遇到渣男 希望他说的这个小可爱 能让他快乐一些 这时 江车的手机突然响了 江俊称从他口袋中 掏出手机 来电显示的名字是小狗狗 江俊称一脸嫌弃 还小狗狗 真幼稚 他以为是江车哪个 随便玩玩的相好 便给挂断了 可他不知道 他亲手挂断的是 江车的快乐 电话那头 灵机看着 按下来的手机屏幕 陷入了深深的惆怅 这边江俊称 把江车送回家 照顾了一夜 清晨 江车依然睡着 不知是不是弄到灵机了 口中嘖嘖有声 轻轻 还好是在家 不然真的要被当成老色批 江车看着头 他一脚把江车踢醒 亲你个头啊 江车受控 流着口水转醒过来 江车称这家伙 脾气怎么越来越大 我先走了 大少爷自便吧 江车称留下这么一句话 便转身离开了 江车顾不上管他 因为此时手机的消息提醒 忽然爆炸式的响起 他拿起来一看 好家伙 全是灵机发来的 哥哥怎么不理我 发生什么事了 哥哥我想你了 要不 我去找你吧 江车看着一连串的消息 开心的不得了 看来他是喜欢上网 他回了消息 昨晚有点累 睡到现在才行 消息刚发出去 就收到了灵机的回复 哥哥没事就好 江车看着心发怒放 还是小可爱招人喜欢 不像某些人 上午 江车在办公室正忙 秘书突然进来来汇报 金家财团派人来打探他的消息 还说人家向 是在打探未来女婿时 江车听得头疼 金家大小姐 由魏启明做男朋友了 总不会让田田 给我当同养席吧 他被自己这个慌恶的念头 吓了一跳 然后秘书告诉他 金家人就在会客室 江车怕带忙客人 赶忙起身往会客室 他一边走一步想 金家会派谁来呢 总不会是魏启明吧 结果他打开会议室门 看见里面的人时 一下江柱了 还真他妈是魏启明 江车差点被渣男前任强吻 和好马不吃回脱口 既然敢来纠缠 那就好好制止他 话说 江车去会议室的路上 就在祈祷 别是魏启明那个狗男人 可天不遂人怨 一开门 他就江柱了 还真是魏启明 他里都不理 转身就死 魏启明大叫江车的名字 一副不肯大羞的样子 江车 我们谈谈 江车一下站住 娘的 没脸是吧 他仔细想想 躲得过初一 躲不过十五 那就看看狗男人 到底想干什么 想到这里 江车回身坐到了椅子上 他看着一起坐在的魏启明 怎么看怎么不顺应 不仅假装直男骗女人 还找前任撩骚 真是欠收拾 他率先开口道 魏先生 这么一大早 找我什么事啊 是金家小姐 那方面满足不了你 他故意阴阳怪气地 恶心魏启明 果然 魏启明立马端起 正人君子的坐牌 气愤地说道 南亚才没你说得这么臥 我以为你和金家大小姐只是玩玩 没想到还挺认真啊 不然像他那样的美人 我也想让他陪陪我 魏启明恼羞成怒 送他站起身来 江车 那是我未婚妻 江车上前一把拽过他的领带 眼里都是嘲讽 你也知道是未婚妻啊 那就不要背着他撩骚啊 你这样 我真是替他感到不直 魏启明被收紧的领带类的呼吸困难 艰难地让江车先放手 江车逼听魏启明 咬牙切齿地问他 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魏启明做出一副可怜的样子 我只是想来道歉 对不起 江车闻言愣了一下 随后放开手 他几乎笑 心想说的什么狗屁话 和当年分开的时候鱼 他冷声质问魏启明 凭什么求得自己的名量 魏启明被他的话噎了一下 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 江车也不想给他说话的机会 又继续道 所以 你今天就是来说这些没用的话 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 简直可笑 说完 他准备转身离开 不曾想 魏启明不依不饶 静一把拉住他 而后突然透镜 江车一下瞪大双眼 立马伸手推开魏启明 你干什么 他真的是被恶心到了 这人竟然想强吻老子 还好老子反应快 可这人待在一起 哪怕多一秒都让他想吐 他怒斥魏启明 我不想再看见你 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还有 金家小姐人不错 你如果不听劝 就别怪我去他那儿揭穿你 男人正享受着秘书的服务 突然他想到了什么 于是开口说道 何叔让我问你 你最近是不是找女朋友了 老师神神秘秘地看手机 何安顺闻言一个机灵 口下的力度不小心中了一些 一下弄疼了林东旭 林东旭反了一会 疑惑地问道 你怎么了 怎么咬到我 最近太累了吗 何安顺抬手抹掉唇变的东西 故作淡定地说了句 没事 林东旭不知道的是 其实何安顺手机里 全部都是他的照片 两人完事 何安顺整理衣衫的时候 林东旭给他安排了一件事 帮我留意一下 灵机最近在干什么 他总往外跑 何安顺手中的动作一顿 眼神带了些忧伤 好的少女 我会多留意 他知道林东旭 对弟弟一样的感情 可自己即便再难过 也只是他的秘书 说起来 其实什么也算不上吧 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 有人失落 也有人开心 此时的江澈 正沉浸在甜蜜中 他一边无意识地 磨杀着自己的情 一边想自己 是不是真的沦陷了 他回味着 和灵机在摩天轮上那个吻 心里抑制不住地砰砰跳 因为太过于沉醉 他连旁边 响起了手机都顾不上了 可手机却一直不停地想着没完 硬生生地把他的遐想打断了 他气呼呼地接起电话 可下一秒 他就被听筒里 将俊琛的声音震动 我靠 啊呀 快去看微博热搜第五 立刻 马上 江澈掏了掏耳朵 你一惊一乍地干什么 微博怎么了 他打开微博 热搜第五的标题是 分为赶小哥哥 江澈一头雾水地点进去 画面上赫然是一个男人 他直接震惊了 过逃 这不是我吗 发现全是评论 我去 这是什么神仙颜值 你偷拍我老公干什么 啊 小哥哥嫁给我 其中有一条评论是我一个男的 都有点心动了 江澈看得一脸猛 怎么还有男的 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他一下后仰躺在了床上 十分无语 江俊琛幸灾乐祸 我知道了 你自从失身给那个男人后 气质就开始变了 江澈无奈 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江俊琛问道 话说回来 你知道那晚的男人是谁了吗 江澈顿了一下 然后告诉他 自己已经不想找了 因为他已经有新目标了 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江澈一把推开渣男 快速转身离开 只留下魏启明不甘心地站在原地 江澈觉得晦气 一扯上魏启明准备好事 而每到这时 他就想起了小可爱 他随手拍了一张绝美的夕阳 然后发给林姬 顺便附带一句骚话 天空真美 忽然就想起了你 林姬正在自家店里上班 看到消息后 开心不语 谢谢哥哥 照片真好看 紧接着他又收到一条消息 要玩吗 林姬瞬间激动起来 忙不迭地答应下来 第二天 江澈带着林姬 在游乐场玩了一整天 两个人在玩冲天赛车时 江澈被极致的速度 吓得瑟瑟发的 反观林姬 可是轻松自如 林姬见他害怕 便抓起他的手握紧 别怕 有我在 江澈一下红了脸 看着两人紧握在一起的手 心脏不由自主地碰碰跳动起来 江澈心动得后果做事 他十分豪横地挥着银行卡 要把一整家店面的衣服 全给林姬瞒下来 夜晚 两人坐在高耸的摩天轮上 林姬被城市绝美的夜景经验到 无助地赞叹着 可他不知道 当他在看风景时 自己也成了别人眼中的风景 对于此时的江澈来说 任何事物都不及眼前之人 这一刻 他心底紧闭的花苞 正在悄悄盛开 他控制不住自己澎湃的心 必须要做点什么 以安抬内心的躁动 下一秒 他把林姬揽进怀里 在自己震聋发聩的心跳声中 吻上了林姬的唇 与此同时 林姬的哥哥林东旭 正在家里等待一个人 忽然 门铃响起 来人是他的秘书和安顺 可安顺 不愧是林东旭的贴身秘书 一进门就要去洗澡 他想做什么 自然无需多说 可林东旭却制止了他 别洗了 林姬快要回来了 两人之间早已有了默契 可安顺一下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只顺从地应了一声 不好 而后便跪坐在林东旭的身前 很快 林东旭便被伺候得舒爽至极 口中发出抑制不住的呼吸声 他的好秘书 真是越来越熟练了 只是 他多希望此时跪坐在这里的 不适合安顺 而是他那没有血缘关系的 弟弟名记 自从你失身给那个神秘的男人后 气质就变了 越来越招男人喜欢了 将军称幸灾乐祸的调侃江彻 惹得江彻十分恼怒 面部阴云 就在他惆怅的时候 手机突然登登登地响起来 江彻刚知道自己上了热搜 没等回过神 微博私信就一股脑的挤进来 网友八人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江彻色色发抖 点开私信 回首的一条消息就这样写着 我是你男人 江彻瞬间炸了毛 这是哪个小兔子 胆子这么肥 他当即回复道 我还是你爹呢 怎么对爸爸说话呢 而他不知道的是 对面的人竟是林继 林继奶还有白天装出来的乖巧纯情 简直像着等待兔子落往了狐狸 他看着江彻的回复 扑斥一声笑出来 略微思索后回了一句话 我想对你负责 对 等等 负责 一般人谁用这个词啊 这人莫不是那晚的男人 江彻一下坐起身来 咄嗦的手 打了几个字 你是 谁啊 等待回复的时候 他全身开始冒冷汗 该不会这么巧吧 另一边 林继盯着刚发来的消息 唇角露出一眉恶意的笑 我是 那天晚上和你 就是酒吧里抱了你的那个男人 噩梦成真 江彻愤怒到整个人抑制不住的颤子 他嘴里抱着粗口 握紧拳动使劲砸下去 老子就知道 他拿起手机走啊走 噼里啪啦地敲击起来 实在不好意思 在酒吧里 和我有过肉体关系的男人多了去了 请问 你是哪位 林继轻笑一声 这个人啊 真是嘴硬 随即他有些恶趣味地动弄江彻 可是你明明说很难受 说自己是第一次 让我轻定 江彻被将了一军 嘴硬失败 不由地暗骂 可恶的小子 不就是想要钱吗 想要多少 你直说 林继依然笑得待你 我不要钱 我只想要你 江彻无语 他深吸一口气 把手机丢掉 去死吧你兔崽子 在里他 老子就是狗 林继等了好久 也没有等来新消息 按道糟糕 玩过头了 不过 揍他玩得感觉真好 林继看着手机上江彻的照片 看着看着 不由得沉醉了 江彻 没关系 我们慢慢来 我一定会让你彻底离不开我 男人跪倒在地 接受着老板对自己的惩罚 真心实意地希望老板满意 而此时的老板心里 却一直幻想着另一个人 助理和安旭暗想门铃 静静等待那个男人 给自己开门 林冬旭刚好从浴室里出来 穿着浴袍 头发半湿着 湿漉漉的水顺着发烧往下滴 何安顺看着如此模样的林冬旭 一时有点失神 局促不安 但他很快调整好心情 对着林冬旭笑笑 晚上好 林冬旭看着何安顺的笑容 有那么一瞬间的震愣 然后又立即被李治拉了火 测了测身道 先来吧 我先去洗澡 何安顺边朝客厅走去 边拖着外套 不用了 林冬旭拿过一旁的毛巾擦了擦头发 然后对何安顺招招手 林冬旭他一会儿就回来了 今天就稍微简单一点 何安顺听完 脸色犹豫 但顿了顿 仍然顺从地走过去 缓缓地摘下眼镜 凑过去滴滴地扶在了林冬旭的身体 林冬旭双手打开横展在沙发上 闭着眼睛享受着身前这个男女 炙热的水 带来的意乱情目 脑海有一瞬间闪过地底林冬旭的声音 何安顺感受着林冬旭因为自己而兴致昂扬 情不自禁闭上双眼 就在气氛已经如此胶着痴缠之间 就听林冬旭嗓音杀眼说的 何叔让我问你 最近你是不是找女朋友 说你最近老是神神秘密地看着手机 还不让他发现 何安顺听完 不心猛地一致 林冬旭被他这动作害得倒吸了口凉气 你怎么了 最近太累了吗 何安顺眼里充满了悲伤 擦了擦嘴嘴 但嘴上却说得担心的话 让林冬旭坐着休息 原来何安顺的手机相册里 满满的全部都是林冬旭的照片 这是他的秘密 不能让别人发现的秘密 男孩看着面前要脱裤子的人 眼颊瞬间红透 看到此处的你们 不要多想 毕竟他们是要谈纯纯的恋爱 江彻此刻正端坐在他的大老板桌前 神情严肃 前一晚他因为一张照片彻底火爆全网 他看着微博上网友们的发言 甚至开始瑟瑟发表 这届的网友们太能巴 这个小哥哥好像是在我工作单位旁边上班 帅哥好像是旁边公司老板燕 原来是个钻石王老五 江彻看着手机 越来越理解人 怕出明珠怕撞这个道理 这群人太恐怖了 接下来不会连我叫什么也能找到 想什么来什么 就见助理走了进来 摸着眼镜 悠悠地说 老板 今天来了一堆小企业 说是要和你个人合作 我全部给推了 就只有一个大企业 是要和公司合作的我给留下 江彻诧异 有点不理解什么叫和自己合作 并再次确认 是要和我个人合作吗 助理继续汇报 是的 老板 就是问您有没有兴趣包装一下 然后出道 江彻想都没想过自己 居然有一天会遇到这样离谱的事情 斩钉截铁 全部都给我绝 这都什么事啊 好的老板 但接着助理又摸了摸眼镜 江彻看着眼前欲语还修的人 一股不详的欲感涌上来 果不其然 下一秒就见小助理恭敬的俱乐义工 老板 能不能赏个签名 我实在拒绝不了女朋友的请求 江彻拿过签名纸 虽然很无语 但是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原来网络上的人可以和自己这么紧 签完了名 他独自坐在那里 一手撑着头 一手焦躁地敲着办公桌 长叹一口气 今天真是烦躁 决定还是出去透透气的好 门一打开 就见门外轰得涌来十几个人 都是要来签名的 还喊着 别急我 老板看我 先给我签 平时这些女人矜持地和小女生一样 今天他算知道 女人的战斗力不是盖的这一说法 过五关斩六甲 江彻总算是从女人堆里跑出来 他是真不懂一个签名有什么用 他长戏几口气 这都什么事 正在他长嘘短叹之间 只听有人叫他的名字 他回头一看 原来是灵记 此时灵记戴着眼镜 眼神忽明忽暗 总感觉有种不知欲出的欲望 江彻看到灵记很惊喜 但又很疑惑他怎么知道自己公司的地址 没等他问出口 突然自己的脚踝一阵刺透 原来刚才他冲出人群石被人踩到 扭了脚踝 灵记看到疼得冷汗直冒的江彻 又心疼又担心 坚持要帮他看一下腿伤的是否严重 他蹲在江彻面前 小心翼翼地抬起他的脚踝 却指不住心愿一脉 袜子下的脚踝应该很好看 此时就听江彻不知有心还是无意 说了一句 今天带了袜夹和衬衫夹 如果要看伤处 得把裤子脱了 听到此的灵记 瞬间瞳孔地震 从耳朵到脸颊红了个头 而且不合时宜的歪歪钱 我的腿好看吗 想要吗 男人说完还不怕死地 用脚撩起了衣服 灵记躺在床上 看着微博里江彻的照片 心中再次重复那个决定 江彻 你是我的 我们慢慢来 第二天 他就来到了江彻工作的地方 开始实施自己的追人大计 正好碰见他狼狈地 从一群找他签名的人群中 冲出来 还被踩伤 看到江彻疼得直丝丝的样子 急心疼又担心 坚持要检查一下 伤的是否严重 他扶着江彻来到一间会客室 搭了着脑袋 一声不吭 直接让江彻坐在沙发上 江彻看着眼前 闷闷不乐 甚至有点生气的灵记 赶紧活跃气氛 想方设法地逗他开心 给你编个魔术 把手给我 江彻心血来潮 灵记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把手伸向了他 江彻握住他的手 手心对着他的手心放开了之后 灵记的手里 突然多出了一颗爱心 当他红着脸一脸 惊奇地看着自己的时候 江彻觉得小孩子就是小孩子 很容易就红好 可是下一秒 江彻被这突然的触碰 浑身一颤 似乎有电流一般穿过身体 灵记没有注意到他的异样 轻轻抬起他的脚 很认真的说道 是不是很疼 得脱下袜子 看一下是否严重 此时江彻的大脑 应该工序不足 看着灵记 直接来的据 我今天带了袜夹 衬衫夹 要脱的话可能要脱裤子 灵记听完这惊人之语 瞬间痛苦地震 脑子开始不受控制的 弯弯那个画面 袜夹 衬衫夹 裤子 灵记此刻似乎不太好受 红着一张菌尾 低声道 还是脱下来看一下比较好 我先去药店买点药 说完 安顿好江彻 站起身一溜烟地跑 没过一会 灵记拎着一小袋要回来 走到门口 他还特意敲了敲门 询问自己要进来 门打开 灵记一瞬间有点失望 他原本以为的活色生香 并没有出现 只见江彻正挽起了 受伤那只脚的裤子 嘴里难难倒 还好今天裤子比较宽松 脚上的袜子已经脱掉 整个左脚的脚背出一片红肿 灵记心疼不已 赶紧上前 双手捧住了江彻受伤的脚 哥哥别动 我来帮你 手心里抹上药膏 轻轻揉捏着江彻的左脚 渐渐的 画风有点变了 南海此时动作温柔 为眼前心爱之人受伤的脚摩擦着药油 随着手上的动作 他眼神越来越幽暗 呼吸也越来越急促 揉着脚的力道不自觉地加重 死 等等 灵记此时神游在外的心思被叫了回来 手上的近视轻了不少 他抬头看着江彻 俩人之间气氛忽然有些微妙 江彻的脚此时还踩在灵记的腿上 他是真不习惯这种伺候 脸颊通红 感觉有点羞耻 却又莫名的很开心 灵记又挤了些许药膏在手心 双手像捧着珍宝般 轻柔地为江彻揉捏伤处 江彻感觉心脏有一瞬间收紧 眼前这个小家伙怎么能这么温柔 他想看灵记更加清楚 于是伸手摘掉了他的眼睛 没想到灵记带的是一个瓶光镜 打去他还有多少事是自己不知道的 灵记立刻心虚起来 切巴地回答 没 没有事情瞒着你 江彻觉得自己对灵记了解得太少 他骨子里还是一个传统的人 虽然嘴上喜欢聊 差不多就好了 江彻想抽回自己的脚 可是对方还是紧抓着不放 他有那么一瞬间的微妙感 但立刻淡定了想 哥哥的腿这么好看 要是留疤了怎么办 灵记半跪在江彻面前 把脚握在手心 江彻从来没有这么被人对待过 有那么一瞬间 他的心蠢蠢欲动 在低头 江彻看见灵记对自己双腿 潜拳眷恋的目光 忽然觉得这个场景似曾相识 上次看到这种眼神 还是那天晚上 灵记和那个人对自己的腿感兴趣 这方面简直一模一样 他一时完新大起 稍稍用力踩上灵记的大腿 脚尖伸进他的衣服下来 我的腿 你想不想摸 灵记的手紧了紧 握成了拳头 听着这么诱惑性的话 不可能不动了 江彻寻寻善诱 非得让灵记现原形不可 他纠结又难以抵挡 自己内心欲望的表情 在那样一张脸上 真是可爱 说出来的话越来越露 想要吗 可以就这么默 灵记此时所有的心理防线 东之一溃 他突然站起来 喊了一声对不起后 江彻就感觉自己腾空了 随后就被人抱在了怀里 他最怕事情不在自己的掌控中 突然的腾空让他的心瞬间提起 吓得他立马抱住灵记的脖子 心慌乱的跳动 灵记在自己耳边的呼吸声 江彻有那么一秒分不清 自己的心跳是因为灵记这个人 还是因为自己太过紧张的原因 对不起哥哥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江彻踩上灵记的大腿 脚尖伸进他的衣服下摆 我的腿 你想不想摸 对不起哥哥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随后灵记把江彻一把抱起 放在更衣室墙边的五斗矮柜上 那句哥哥把江彻的心都叫化 可是还没两秒 他就后悔 双腿突然被眼前 看似温顺的人打开 这么一下 江彻一下子就想起了那个晚上 他又羞又爬 脸颊飞红 扶着灵记的肩膀 你要干什么 这样能看得仔细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 灵记回答的一本正经 江彻的腿被灵记抓住说不回 他双臂撑着灵记努力向后靠 羞耻感让他说不出话来反驳 摸就摸 看什么看 好看 灵记轻轻握住江彻脚踝 明明做的这么害羞的事情 可是灵记对着江彻的表情 却像是不安适适的少女 哥哥的腿是我见过最好看的 以后也不会有更好看的 说什么鬼话 等等 江彻话说到一半 就被灵记下一个动作 给惊得说不出话了 只见他低头就轻微上江彻的脚踝 江彻伸手去推他的头 却被灵记一把抓住 然后从手腕稳到手心 江彻一瞬间控制不住身体的颤抖 想死的心都有 灵记终于能再次正大光明地触碰到江彻 说什么也不会浪费机会 是哥哥同意让我摸的 我只说让你摸 没让你乱来 江彻伍着嘴对灵记生气 好了 放开我 我要回去 不行 说着还越发凑近江彻的身体 江彻一巴掌招呼上灵记的脑袋 去推他靠近自己腿的头 不行你的大头鬼 就是不行 灵记忽然半个身子前倾 语气很乃却很霸道 你是复读鸡吗 江彻被他气笑了 我们不玩了好不好 不行 灵记半抱起江彻 然后埋头在他胸前 像孩子一样撒娇赖皮 怎么了你 今天怪怪的 好吧 再让你摸一下就放开我 哥哥也会让别人摸吗 灵记抬眸 望着他委屈巴巴的模样 让江彻没有来的浮现出一股罪恶 江彻沉默 面对这样的灵记 他就很不下心说些什么好吧 再让你摸两下 江彻其实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可爱空 看着此时的灵记就很不下心剧组 你是小畜什么 别咬我 好了 不准摸了 灵记半跪在身前帮江彻穿上皮鞋 真是丢脸 有生之年竟然会被一个乳秀未干的毛头小子摸到腿软 江彻看着他 生前的人竟然还傻乎乎的朝自己笑起来 于是没忍住摸了一把他的狗头 摸完之后江彻就觉得不对劲 自己这个动作对于他来说更像是一种鼓励 这个周末你会回华龙参加母校周年庆吗 灵记因为江彻刚才的抚摸笑的一本满足 你怎么知道的 江彻心里犯底骨 他怎么连这都知道 是变态吗 男人看着蹲在面前笑的一脸人出无害的男孩 虎狼心思又忍不住活落起来 这个周末你会回华龙参加母校周年庆吗 灵记因为江彻刚才的抚摸笑的一本满足 而且看着江彻的眼神更加放肆 眼底压抑着即将不知欲出的欲望 你怎么知道我要去参加校友会 江彻把心里的疑惑问了出来 此时灵记帮江彻穿完鞋子还没站起 蹲在了江彻面前 我也是华龙大学毕业的 原来是小学弟啊 哪个院系的 江彻笑嘻嘻地看着灵记询问 我那时候在我们院系曾经也是风云人物来着 我 我知道 我也是艺术系 灵记抬头就能看见江彻的笑脸和微长的领口 他不知道怎么会有人这么有魅力 从肚子里散发出幼脸 他又变回因为心底的激动而结巴的灵记 江彻愣了一下 这小家伙知道很多 应该是看了自己被扒皮的那条热搜 那给自己发私信的那个男人会是灵记吗 江彻摸着下巴 虽然心底疑惑颇多 但是表面却用着平淡的语气说道 去是要去的 你也去吗 灵记点点头 一副狗狗乖巧的模样 表示自己也会去 老师找他有事情要说 江彻相信他的话 因为灵记看起来就是好学生 他再次被灵记可爱的样子闷到 忍不住躁动的欲望就想把人弄到手 我毕业后开了一家设计公司 你要不要 江彻话未说完 就看灵记一副懵懂清澈盯着自己模样 他收回理智 父亲心上线 算了 人家那么单纯 自己还是收一收火王心子 他站起来 不再继续刚才的话题 转身打算离开 他怕继续待下去 一个控制不住 把人纯情大蛮还给糟蹋 毕竟 他是真的要和灵记谈纯纯的恋爱 灵记见江彻站起来 自己也赶紧起身 还伸出手准备扶他一把 乃至江彻生龙活虎的 往外走 像没受伤一样 还勾着他的肩膀 作为感谢邀请他一起吃饭 这天晚上 江彻又把好友将军撑叫了出来 一见面就紧张兮兮的说 狗子 我好像找到那晚的人了 但还不怎么确定 那人也是我们学校的 这周校友会 你和我一起去 到时候我灌他一杯酒 就知道那人是不是了 这回江彻一边说 还一边感叹自己想了个好记者 但是他是绝对不会想到 喝了酒的灵记 可就不是小狗 好机友江峻撑听着江彻的计谋 犹豫地询问你 靠谱 江彻往沙发后放松地依靠 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 嘲笑江峻撑 算了算了 跟你这种直男没法说 突然 只听直男江峻撑的手机响起 看着屏幕上的名字 江峻撑呼绝大事不好 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他亲了亲嫂 换上谄媚的笑容 喂 大人 您找我 给你发消息为什么不回 非要我花时间打电话给你 你才肯一尊将贵的接我电话 让你买的宵夜呢 呦呦呦 我哪敢呢 江峻撑一边狗腿的附和 一边捂住听头 轻声对江彻说 兄弟 有事先走 江彻看着对面的人 心里嘲讽道 这小子越来越不靠谱 这么听话 小心被染了锐吃干抹镜 回头又想到自己的事 如果那人真是灵迹 自己又该如何 学检哥撩人不成反 被吃干抹镜的江大总裁 智商终于在线 开始怀疑自己千辛万苦撩的 不是小奶狗 而且小狼狗了 他把江峻撑约出来 和他倒苦水 刚坐下他深吸了一口气道 我好像找到那天晚上 那个男人了 江峻撑一口酒 没忍住喷向江彻 忽然懂了江彻 刚才欲言又止的表情 是几个意思了 真的假的 有没有揍他一顿 江彻又习惯性摸着下巴 其实也不是很确定 但是那男的也是我们学校的 周末我要去孝庆 你来帮我撑场子 我好放心 再灌他一杯酒 到时候就知道是不是了 江峻撑有点怀疑江彻的计划 你都治不住他 我去了也不一定搞得定啊 江彻想着灵机力气再大 到时候要真的发生点什么 有他在自己 还不至于晚节不跑 万一灵机真是那天晚上 倾国自己的男人该怎么办 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思绪 江峻撑慌慌张张的接起电话 转身和江彻撑 打了个手势就走了 设计师大人这边 正在泡澡就接到家里电话 让他周末带儿媳妇回家 文瑞头痛的听着 对面催婚的话语 以前还能拿工作党 这次没办法轻易糊弄过去了 已经下罪后通牒了 让他不带回去就要去相亲 他烦躁的表示 知道了会带回去 挂了电话 深深叹了口气 就听到敲门声 打开门就看到江峻撑 满脸笑容的拿着宵夜 文瑞看到是桂林米粉一下 没了兴致说 自己不吃这个 要吃他做的阳春面 江峻撑虽然不情愿 但还是乖乖去煮了面 端出来的时候 不小心被扫把半刀面汤 全洒在了文瑞身上 江峻撑想到他的衣服 都是有钱买不到类型的 吓得支支吾吾的说 可以补偿他 文瑞一脸无所谓的转身 要去换衣服 忽然想到什么 然后嘴角上 羊回头对着江峻撑 作为补偿 我要你周末 陪我回家见爸妈 付CP这个付黑工的新颜子 比隔壁里太周还多 为了把媳妇管回家 见家长 宁愿背面汤扑一身 那么豁得出去 活该你有老婆 上集我们说到文瑞设计 让江峻撑 跟自己回家见爸妈 江峻撑不可置信的看着他 一件衣服 也就要被抓去 见家长赔罪吗 文瑞横眉一束 我妈让我周末 带个人回去见我爷爷 文瑞的爷爷 是他偶像江峻撑 听到是见他爷爷 开心的连忙答应 文瑞继续补充到 我会告诉他们你喜欢我 我们现在已经在一起了 江峻撑因为可以见到偶像 太激动脑子慢慢拍 话还没听清 就答应着只要能去都好说 看到文瑞邪魅一笑 他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 不不不 这不太行 心里又忍不住歪歪起来 他不会真的喜欢我吧 这种告白方式 我接受不了啊 文瑞没有发现 江峻撑心里自作多情的歪歪 就周日一天 衣服的事我就不和你计较了 而且你还能见我我爷爷 江峻撑正犹豫着 文瑞又循序渐进说 去完回来我还给你看我的宝贝 绝对激发你的创作力 江峻撑开始动容 这个宝贝该不会是他爷爷的艺术品 最终还是达成了共识 并且让冉文瑞打了字句 江峻撑想着自己一个直男 要扮演老板的爱人就头疼 忽然想起周日和江车的孝庆状了 但是他并没有告诉江车 他周末去不了孝庆的事情 还以为自己能够解决 到了周日的时候 他才知道自己有多天真 原以为冉文瑞的家在市区里学校很近 见完他爷爷可以马上去找江车 结果车子却一路上山到了郊区 江峻撑都能想象自己不去江车 把自己杀了的眼神 他要求文瑞说自己不去了 文瑞一脸淡定拉下车窗 有本事就跳车 敢跳我就放你走 然后又一脸冷漠的叫司机加速 江峻撑意识过盛 老板你要和我殉情吗 冉文瑞玩味的笑道 说起这个等会儿爷爷 要是不同意我俩一起 你就以死相逼 说爱我爱到无法自拔 离开了我内心深处 就会有如烈火焚烧 撕心裂肺之类的 爷爷最吃这一套 江峻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您认真的吗 冉文瑞瞥了他一眼 我什么时候不认真 腹黑心眼子还多得长发 美人公是谁的DNA动了 看咱们文瑞 如何一步步攻略自己老婆的 山路开了半个小时 就到了文瑞的家 在门口的时候 他就有点惊讶这个府邸了 一进门 直接被里面豪华的装潢震撼了 文瑞的爷爷坐在客厅旁边 还站着一个妆容精致的女人 郑医或者文瑞就凑近他耳边 就是那个女人 如果今天因为你的演技太失败 导致我要和那个女人结婚的话 回去后你就自己掂量 江峻撑恍然大悟 原来文瑞不是喜欢自己 而是要自己帮忙演戏逃过相亲 那他就放心了可以放开了眼了 他主动拉起文瑞的手 到爷爷面前打招呼 阮庆明抬眸就看到他们紧握的双手 刚坐下旁边的女人 就过来俨然一副女主人的样子 文瑞这么一大早地赶过来 真的是辛苦你陪他了 江峻撑不甘示弱地硬道 没事 我习惯了 他常常这样 女人被噎了这么一句 立马黑着脸 怒气冲冲走开了 文瑞看着离开女人的背影 差点没笑出声来 阮庆明上下 打量了江峻撑一番 这就是你说的女朋友吗 文瑞终于松开江峻撑的手表 是一个称呼而已 对了爷爷 他对国话也很有研究的 听到他们在议论 自己江峻撑紧张的直斗腿 阮庆明看着江峻撑说 文瑞既然选择了你还带你回家 那就是认定你了 我们长辈也不是什么迂府的人 只希望你们是真心的 不要骗我们 如果不是一心一意的 就赶紧趁早结束 江峻撑难以置信 自己即将要和偶像说话 激动的站起身 结结巴巴道 我们是认真的 我真的很喜欢他 是要共度余生的那种喜 喜欢 阮文瑞听到江峻撑的表白 先是一愣 随后微微转头嘴角 无受控制的弯气暗暗 记下这句话 江峻纵横情场多年 在遇到灵机以前 从没怀疑过自己猛衣的位置 然而在灵机喝酒 变身小狼狗 念一想 又怕江峻撑会笑话自己 于是赌气的决定自己去 刚进来就有小学妹过来搭讪 江峻愣了愣 随即就展现了 自己的身世风度 友好的和他们搭话 灵机远远就看见 江峻和别人聊的眉开眼笑 很是妒忌 快步走上前搭上江峻的肩膀 奶奶的叫了声江峻学长 江峻被突然的靠近 吓一跳转头发现是灵机 开心问他是不是等很久了 灵机其实早早就来了 等了他一个小时了 但是不想让江峻觉得负担 还是说了自己也是刚到 后面的妹子 看着他们之间的互动 一脸磕到了的表情 江峻见他这么乖忍不住 想要摸对方的头 可手刚抬起来 就想到灵机有可能是 那天晚上的男人 悬在半空中的手 尴尬的180度大转弯收回 灵机则因为江峻 没有像以往一样摸他的头 感到失落又难过 他百思不得其解 自己哪里做错了 心生演讲完散场后 江峻撑还是没有来 江峻不想放过这个好机会 就是硬着头皮胎腿上 他端起一杯酒 江峻看着眼前说话的语气 和理由都和那个男人一样的灵机 更想一探究竟了 尝尝被喝一口怎么了 灵机急得握紧拳头说 我会生病的 江峻半心半一下定决心要试探 于是使出杀手锏 他先是解开了自己衬衫扣子 然后用双腿夹住灵机的腿 你喝一口我就让你摸我的腿 你喜欢的不是吗 灵机心动的想起 上次在换一件的场景 顿时就觉得鼻腔里 有热流要涌上来 但还是犹豫着 趁灵机分心 江峻又喝了一口 以同样嘴对嘴的方式 给灵机灌了一口 灵机吓得猛地推开江峻 他要找个地方 让自己冷静下来 他不能在这里马上失控 于是快速跑开了 留下傻愣着的江峻 这集有点小刺激 江大总裁又做死惯 灵机酒想试探 他是不是夺走他出业的人 没想到这一举动 直接让他晚节不保 灵机被江峻嘴 对嘴度了一口酒后酒猛地跑开了 江峻看他这反应 还以为是害羞 不至于吧 就这么跑了 撇撇嘴又觉得没意思 完全忘了自己 刚才都快吓掉了 转身往停车场走去 刚把车门打开 身后就压过来一个黑影 他迅速转身发现 灵机站在自己身后 又松了口气 是你啊 怎么没声啊 吓到我了 灵机嘴角带着的皮笑 把他压在车门边 带着雌性的嗓音 不然你希望是谁 江峻觉得他说话的语气 都变得不一样了 和印象里的灵机完全不同 糟糕 我是不是完了 灵机没有放开他 凑到他耳边 学长 我也想和你照相 但是这里不方便 不如我们去开个房间慢 慢 照吧 江峻连拒绝的话 都没有说出口 就被灵机连拉带拽的 推进了副驾驶 然后锁在了车里 江峻坐在副驾驶 一脸愤怒的看向他骂道 你脑子没问题吧 你开我的车干嘛 灵机没说话 英智的眼神 往他身上扫了一眼 没有理会继续开车 这哪里是平时 那个奶乖奶乖的灵机啊 这TM TM就是一条野狗 你到底要把车开到哪里去啊 灵机冷冷吐出两个字 周记 江峻听完辣椒都抖了三走 九九酒店 上楼 开门 开灯 进房间 把江峻放在床上一气呵成 中间都没有停顿 江峻定定的看对方 开始拖起了衣服慌的不行 你你你干嘛 就不怕我奖励你一对银手拙 灵机大胖步上前伸手 将他围在怀里 微微低头附在他身上 那你去告我好了 他一字一顿的挑衅语气 让江峻感到恼火的同时 避过他暧昧的动作 我哪敢啊 人不大套路倒是蛮多 要不是我今天给你灌了口酒 都不知道你之前夹着尾巴装得挺像的 还装不认识我 灵机听后微醋眉头 手指抚过江峻的脸颊 揉铃着他的下唇 接下来就是紧VIP可看内容啊 纵横情场多年一直是猎手的江峻 这么也没想到自己会两次栽在同一个人手里 猛依就此陨落 灵机把江峻带到周记 手指抚过江峻的脸颊 揉铃着他的下唇 呼得低头吻了下去 江峻哪能想到灵机会突然吻自己 他刚刚不过是想要打打青青牌啊 有这么操作的吗 说起这个 你还记得刚刚答应了我什么吗 江峻听见对方这么说 想着和他打打太极找机会脱身 你喝一口就可以摸我的腿 刚说完猛低下半身就疼了空 江峻发现自己被灵机伴抱起 他吓得说话舌头都打结 现在不可以了 不做数了 灵机玩味的凑近江峻 做商人这么不讲诚信 不给摸腿也可以 那就一笔一笔算我们之间的账吧 咬上了他的喉紧 江峻握住他的手臂 睁大眼睛看他 灵机手刚触上他的腿 江峻就条件反射抬腿 很踹了灵机的辣椒一脚 可这一脚好像踹偏了 灵机脸色一变 脸色就狠狠沉了下来 江峻接机飞快躲到洗手间 江峻这次真怕了衣衫不整 慌慌张张地反锁了门 抛出手机给江俊琛打电话 门外的灵机还在撞门 江峻怕自己顶不住 可是江俊琛竟然告诉自己 现在来不了 江峻还在气急败坏 突然门喷的一声被撞开 灵机的额头还冒出了细细的冷汗 他上前一把抓住了江峻的手 把他的手机扔到了一边 江峻很气 却又觉得自己不该生气 毕竟自己剃了他的辣椒 这个可以作罢 可灵机似乎没有想放过江峻的意思 伸手扯住江峻的衣衣 强势不给他逃跑的机会 就要开始探讨夜光剧本 这个撩人反被吃的江大总裁 又一次被自己千辛万苦追的 卡哇伊吃干抹净了 隔天早上 江峻从柔软的床上醒来 江峻忽然有点不明白 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 海谋就看到 吃饱喝足的灵机躺在旁边 昨晚的过程在脑海里闪现 历历在目江峻骚得脸红 气得坐起来直晃灵机 起来灵机刚醒懵懵懂懂 坐起来拿手被揉了揉眼睛喊道 哥哥 你醒了 他不敢直视江峻的眼睛 昨天晚上他又冲动了 和他探讨了一晚上的夜光剧本 江峻一直盯着他看 看得灵机心里发虚 灵机递着头向着做错事的孩子 只管道歉 他怕江峻讨厌他以后再也不理他 想着想着连眼眶都红了 对不起 我错了 江峻听着他颤抖的声音 责备的话还没有说出口呢 心就软得一塌糊涂了 怎么也很不下 他掀开被子 想要下床洗漱 脚尖刚一落地双腿 就酸软跌坐在床上 灵机赶紧上前接住 提他往怀里冷 你先躺着 我去给你做饭 江峻爆脾气一下就上来 用力甩开了灵机的手 走开 我不要和你待在一起 身后的人突然沉默了 江峻以为是自己话说得太狠了 毕竟现在这个灵机 是那个软蒙奶乖的 自己想要一口吞掉的灵机 他抬头刚想解释 就看到灵机眼神放在自己腿上 还流着鼻血 江峻无奈又生气道 你的鼻血滴在了我的衬衫上了 灵机捂着鼻子红着脸 对对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回去给你洗 江峻烦躁地脱下 被灵机鼻血沾过的衬衣 丢给灵机转身去浴室洗澡 灵机见人进浴室 捡起他扔在地上的衬衣 这件上面也有小标记啊 真可爱 江峻身心疲惫地撑在墙上深思着 也不知道他哪一面是装的 流鼻血应该装不出来吧 他越想越火大 自己最后竟然被一个小孩牵着鼻子走 虽然但是好像还蛮舒服的 他胡思乱想着 转捏又觉得自己脑袋肯定被热气熏晕了 怎么会想这个 江大总裁精心栽肥 还没守了三十年的蜜桃 居然被一个乳秀未干的小猫还偷吃了 而且还是两次 江测洗完澡擦着头发 胸前敞开的浴袍露出紧致的锁骨 灵机猴杰控制不住的滚动 感觉鼻血又暗潮汹涌了 现在不行 我要忍住 江测疲惫地爬回床上喊灵机过来 帮我按按 感觉身体有点透支了被你搞的 灵机的内心很挣扎 他当然是希望能和江测有多一些的接触 可是他又怕控制不了自己 更怕江测生气 于是把江测的衬衣放到一边后 就上去给他揉腰 他的手指温温的 力道也控制得很好 江测也怕他擦枪走火 于是先给他打个预防针 你现在把脑子给我放干净一点 要是再敢 我就让你断子绝孙 还有我的衣服都被你弄脏了 让酒店送一件过来 灵机知道江测还在生自己的气 有些失落地硬着 但还是小心翼翼地开口道 江测 我们能不能交往 江测先是愣了一下随后严厉地拒绝道 不能 你是个好孩子 应该好好过自己的人生 而且我们年龄相差太大了 等我四十的时候 你才三十出头 我无法想象这种日子 灵机闷闷地很不开心地喊道 可是我想对你负责啊 我不能让你白白失神 负责啊 江测重复了一遍他话语里的重点 原来清醒时候的他 对自己的感情意识这么浮于表面 估计灵机自己都不知道 他眼神里的爱意有多浓 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江测 就更不能答应他了 我不需要你负责 没有好好拒绝你是我的错 我比你年长 再怎么样也不应该顺从你的心意 毕竟那种时候 你是无意识做出那些事情 其实你可以试着和女孩子相处看看 女孩子都香香软软的 灵机立马反驳道 可是你也是 你也是 香香软软的 江测立马就不服气了跳起来 我很硬的好吗 我很硬 小编表示 我怀疑你们无证价实 但是我又没证据 一喝酒 就会化身腿控小狼狗的灵机 把江测吃干抹尽后 想为对方负责 谁知江测 却一副你怎么玩不起的样子 严厉拒绝人家 江测你这是经历了什么呀 那么好的老公都不要 江测没有和灵机继续交往那个话题 把自己收拾好后 就让灵机把手机给他打个电话 自己的昨天被摔坏了 灵机赶紧把手机递了过去 江测接过手机就突然想起了点什么 质问道 你昨晚抢破 我和你保温杯牛奶拍的照片有没有删掉 灵机不想告诉江测自己没删 他想留着 非常想 江测见他这样子就知道他没删 把手机递还给了他 让他当着自己的面把照片删掉 见灵机磨磨蹭蹭的 江测没有那么多耐心 快点 删掉我就考虑和你交往的事情 灵机一听开心的没多想做结束 删完了 什么时候能答应和我在一起 江测看着灵机纯真的双模耍赖道 我什么时候答应和你在一起了 他没有理会灵机边走边转身得意的笑着 小朋友不要太单纯 说什么话你都相信 学着点社会上人心险恶 灵机站起来上前拉住他的手 可是我不怕你骗我 你骗我也没关系 你说什么我都信 我会比他做得更好 我只是想和你在一起 江测不知道灵机口中的他是谁 不过看他的反应那么可爱 又忍不住想逗他 不会有人比他更好了 在我心里他是无可取代的 话还没说完 灵机就冲过来把他嘴巴堵住了 他都吻是浅的 没有昨晚那般猛烈可江测 还是感觉到了他的独占欲 青涩又笨拙 他有些好笑张着嘴认他轻 有些时候小朋友 还是需要轰轰的 不然小朋友生起气来 可比大人可怕得多 就像昨天晚上 爱撒娇又黏人的纯情霸道 年下功 还动不动纠缠着江测 要各种贴贴 真的不要太想好吧 听到江测在自己面前 说着别的男人 灵机再也忍不住 上去巴唧一口 就堵上了他的嘴 亲完后江测捂住他的嘴 不让他再凑过来 好了好了 别亲了 江测有意回避他的那些问题 有时候觉得灵机这样太过认真 让自己非常不适应 灵机抓住江测的手腕 一点严肃的模样 在那张乖乖模样的脸上 显得可爱又好笑 你不要再想着 金家那个男人了 江测一愣 原来灵机知道 自己和魏启明的事 提起魏启明 他的心情就不爽 这话他没法接 也不想和别人说 前男友的事 于是故作轻松地调笑道 他和我没关系 你想着他 是不是看上人家了 灵机愤愤反驳道 我 我只想和你 江测不想再听 这些让人脸红的话 直接打断他 打住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 我得去买新手机了 灵机不依不饶地 追问交往的事 江测有些心烦 他真的不想再经历 得到后再失去的痛苦了 故作潇洒说道 小孩子就要有 小孩子的样子 大人说不要了 你就应该听话 不然会让人很为难的 你要是非想和我 搭点什么关系 我身边刚好还缺个半 我可以给你开工资 你每天就陪陪我 其他事情不需要你做 你考虑看看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 灵机低着头沉默不语 隔前的刘海 遮住了那双成车的眼眸 江测看他不说话 知道自己说话太重了 但是他必须让灵机 明白这个道理 有些事情并不是 他想怎样就怎样的 灵机在江测转身的时候 突然大喊 我 我不要你的钱 我和他们不一样 我是真心 真心的 这样的话 江测听过太多 已经免疫了 以前也遇到过说 不要自己的钱 只想和自己在一起 后面才知道狗屁不是 真心什么 灵机像是被问住了 突然不说话了 江测笑灵机想说 却说不出个什么 所以然来 冷哼一声转身离开 看着江测离开的背影 灵机第一次意识到 以为自己终于撩到小奶狗 可以翻身作医了 没想到对方奶公也是公啊 最后只能认清现实 既然反抗不了 那就闭眼享受吧 江测无力的 贪坐在江俊成公司的沙发上 江俊成没好气的 问他这么回事 不接自己电话 反而来公司堵自己 听到这江测顿时 火冒三丈的跳起来 你还好意思说 说好会陪我一起去的 结果后一秒就放我鸽子 害老子又被拱了一次 听到江测 因为自己失约又被拱 他心虚的摸摸头 我这不是在附近请罪吗 你倒是说说咋回事 江测只能一五一十的说出 昨晚灵机喝了酒后 简直就是狼 但是早上醒来后 又是温顺的小狗 让自己都没法生气 而且鬼心眼又多 平时跟个没事人一样 但是不顺他意的 是其实拳击在心里 就积载了一起和我算了 江俊成心疼的搭上他的肩 那你没有叫他对你负责吗 江测没好气的吐槽了句 负个屁的负责 只求以后别来搞 我就谢天谢地了 正聊着突然身后一声 沉了下来 真倒霉 大白天都遇到 这么个倒胃口的东西 魏启明知道江测不欢迎自己 但还是硬着头皮 说自己有话要和他说 听到这江测正想问候他祖宗时 江俊成先他一步上去 一拳打在了魏启明脸上 江测没想到江测成 比自己还生气 你这个混蛋 你忘了你都对江测 做过什么了吗 还有脸出现 这句话让江测思绪一下 拉倒九年前 他和魏启明在学校时 人人羡慕的情侣 魏启明是江测的初恋 江测父亲被卷入一起凶杀案 学校里开始流传 各种对他不利的传闻 江测也因此被大家孤立 江测称想着 还好江测现在有魏启明 没想到转头 就看到了他们的分手现场 他亲眼看着江测 是如何低声下气地 求对方别分手的 这样卑微的江测 他不想再看第二次 当曾经在你最难过时 狠心抛弃你的白月光 回来找你再续前缘 你会坦然接受 还是给他一击 还我飘飘拳的 江测称表示 迟到的温柔比狗见 九年前 魏启明因为江测父亲的负面消息 要和江测分手 江测还卑微地委婉求去 直到发现魏启明 把江测送给他的作品 卖给了别人 他都还不愿相信魏启明的背叛 坚信他是有苦衷的 后来魏启明亲口承认 自己都是为了钱 才把送给他的话卖掉 并且表示自己想过正常人生活 像别人一样可以在阳光下 江测还在反思 自己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够好时 魏启明表示自己要出国了 得知他已经决定要出国 他再也忍不住追了出去 在看到魏启明差点被车撞时 他没有犹豫一把推开 他自己却被撞到他的血脱 魏启明见此不但没有选择救助江测 还头也不回地跑开了 江测称及时赶到把他送进医院 江测才解脱了一条命 网上开始流传他父亲的各种消息 他的信息也被扒了出来 那时候的江测就像死人一般没有招起 也是从那以后 他就再也无问题给画画了 江测在他面前说 感觉自己好像要死了的画面 还历历在目 江浚称怎么可能放任魏启明 继续出现在江测身边 打完一顿后就让他赶紧消失 魏启明艰难地站起身擦拭着嘴角 眼光闪过刚刚江测脖子上吻疯 不得不说这个狗东西眼神是真的好 都被打成这样了 还能注意到江测的脖子 另一半的灵迹正站在哥哥的办公桌前 表示自己想要出去工作 就在学校里 环境很好很安全 林东旭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 低沉可怕 拿着钢笔的手针在那 我不同意 有人欺负你 林济不知道要怎么和哥哥解释 他想独立 想让江测看得起自己 我想像哥哥一样强大可以独立生活 不想一辈子都活在哥哥的保护场 林东旭怒不可遏 眼神犀利 像是发霉的狮子 你的意思是想离开我不愿意待在我的身边 林济被这样的哥哥吓一跳 慌忙表示不是的 自己只是不想当地累赘 每次看到你为公司的事忙到半夜 自己却什么都做不了 就觉得自己很没用 我也想为哥哥分担点什么 听到这林东旭 才逐渐平促下来 同意了他出去工作 风流成性的江大总裁 一直都是人上人 直到建设了喝醉酒的小狼狗林济 他才知道 原来不是比对方长得高 就可以在上面的 林济听话的和江测保持一段距离 沉默委屈地低着头在后面跟着 江测看着他听话的样子 突然被气笑了 黏人惊啊 林济看着江测修得微红的脸 快步追上去和他并肩一起 然后又露出人畜无害的脸说我不是 不过哥哥你今天怎么过来了 江测用一贯的调笑说着 别人约我过来的 毕竟是女孩子约的 我总不能不给面子吧 刚说完看着林济突变的脸色 他就后悔自己死要面子 说了这种话 想起上次他把自己压在身下 一件一件跟自己算账的事情 他不禁菊花一紧 疼 实在是疼了 但是不惯他酒应该没事 希望自己刚刚的话 没被他寄到心里去 林济仰起头乖巧又委屈地说 我看见那个女生了 可是他有男朋友了不是吗 江测有些无语地谈了下他的脑门 我是因为要演讲有点紧张 想和他们先打好关系 你别说的 我好像第三者插足一样好不好 林济又一脸天真的说道 你这是在向我解释吗 他的表情总是会随着 心情在脸上变化得很明显 单纯到一眼就能让人看得透彻 江测抵抗不住他尴尬地扭过头 有什么好解释的 林济这时却俯伤他的肩膀 一脸认真道 那等我独立之后 我们能在一起吗 江测被这突如其来的表白愣住了 张着嘴不知道说什么好 林济看看江测这副呆滞的表情 嘴角露出一抹轻笑 一把拦住江测的腰 凑上去就开始和他唇枪舌战 在江测差点断气之前松开了他 然后学着江测以往的动作 摸着他的嘴角 我们能在一起的吧 你等我 我们一起长大好不好 江测感觉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怎么莫名其妙的 就感觉自己突然被林济攻略了 是因为太久没见到他的原因吗 还是说自己其实就是喜欢 别人这么对自己的 他拍着脸强迫自己清醒 不可能不可能 今天一定是自己哪根神经搭错了 江测还想再挣扎一下 他可不想被一个小孩子牵着鼻子走 使劲挣脱开林济的手 我已经老了好吗 你一个人慢慢长大 从来都是万花丛中过片夜不沾身的江测 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会有被一个乳羞未干的小毛孩 撩得走不动到了一天 江测因为招架不住林济的唇枪舌战想要逃走 林济强势地抓回他的手 你很介意吗 我比你小的事情 江测刚刚被亲得有点愣愣的还没反应过来 林济就握住了他的手食指向扣 可是我一点也不在乎 我想每天都和你一起 我喜欢你的眼睛 澄澈的能把世间所有的美好都纳入眼底 手指抹撒上江测的嘴唇 我喜欢你的双唇 总是能说出绵绵情意 然后轻声抱住了江测 我喜欢你的双腿 修长挺拔 匀衬白皙 我喜欢你的所有 以后你的眼里可不可以只有我 江测第一次有这种感觉 虽然林济的表白很恶心很肉骂 可是这一刻 江测承认自己心动了坠入爱河了 在彻底沉沦之前他抓回一丝理智 表示知道了先放开自己 谁知林济不但没有放还抱得更紧了 江测震了两下没震开 才知道林济的力气本来就这么大 小孩子就是小孩子 不是以为我没反抗 就理所当然地自导自演下去好不好 我最讨厌自以为是的人了 虚伪做做让人恶心 林济又露出天真的表情道 我也是 可是我却偏偏对你动心了 我不是仅仅想对你负责而已 江测只觉得林济在嘲讽自己 你可真行 刚刚对着我一顿唇枪舌战 我现在又说我虚伪 林济温柔地帮他理了礼礼 我没有 你之前说的话我同意了 但是我不要你的钱 你也不能三心二意 只要能陪在你身边 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江测忽然有一种被人拿捏住的感觉 他一直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男人了 完全可以把握大局 不会让事情拖出自己的掌控 没想到自己会被这个小屁孩吃得死死的 即使两人有过肌肤之轻 这件事情也不该发生在自己身上 无奈自己对着林济的脸 就是没有抵抗力 难道这就是心动的感觉吗 为什么总说穿皮鞋的干不过穿球鞋的 因为穿球鞋的武力之后还会撩啊 在小奶狗和小狼狗之间 可以来回切换的年夏供谁不爱 听着林济的告白 他其实已经心愿意满了 但是还是尽量表现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我什么都有 不需要你做什么 林济着急地看着江测支支吾吾的说 那 那 我 我 那在那方面的事情 我也会好好努力的 听到这江测突然就不高兴了 宝子特么是逃跑嘛 被你走了两次后门 已经是骑士大乳了 还搬出来说 还是算了吧 林济这块骨头太难啃 万一自己到时候肉还没吃到牙齿 还磕坏就惨了 为了骨头上的一点肉末 这么做不值得 而且林济还是那么死心眼的一个人 那种认真让人感到害怕 他摆摆手 我也不要你陪我 我们就当个普通朋友 以后有事情找我 我也可以帮你 林济急忙拉住转身的江测 我不要 我不想只做普通朋友 他说着说着眼泪不自觉的 巴达巴达往下流 你不能和别人 我不允许 江测第一次见大男人哭顿时 手足无措 心里一阵内疚 好了好了 是我说错话了 别哭了 我向你道歉好不好 让人看见还以为我欺负你呢 看江测松口 林济突然上前猛地抱住了他 江测无奈地安慰道 好吧好吧 那就在一起吧 不过前提是 你不能随便对我动手动脚 我叫你的时候要随传随到 但是我们不是情侣关系 我想什么时候分开就什么时候分开 林济小嘴一别忍住哭声 乖乖地硬了声吼 看着泪眼婆娑的林济 自己拿他一点办法没有 为了转移林济注意力 他问起林济最近都在忙什么 林济表示自己现在不在之前店里工作了 目前在学校给老师做助教 自己还报名了全国设计大赛 但是自己一直担心做不好 顺便要求江测一起参加 如何试你的话 一定能拿最好的名词 给老板当了一天人体模特 当天晚上就梦到和老板一起坐云霄飞车 是一种什么体验 江俊称穿着冉文锐的长袍维持这个姿势 已经快将近两个小时了 身体四处传来的不适感已经提醒他到极限了 听到阮文锐说好了 他终于忍不住一屁股瘫坐在椅子上 不由得感叹佩服上学那回的人体模特 这活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阮文锐抬眼看他 见他仰面朝天 我梗 侯杰就这么毫无防备地露在自己眼前 嘴角弯了弯 不是很明显 但眼里确实是带着笑意地说道我出去一下 他略长的头发由木质发簪竖着 白皙的后颈藏在青丝中若颖若现 江俊琛转头微微看了一 脑子里就立马出现一幅生动形象的不可描述图 江俊琛想到这脸蹭得一红 自己是不是累傻了 怎么会对他有这种想法 阮文锐的叫唤打断了江俊琛的歪歪 他吓得清醒过来过去看话 阮文锐用眼神暗示地问他 这幅画有没有看出一点熟悉的感觉 江俊琛愣了下没反应过来 转头看着他满脸期待的样子 只能勉为其难地在假装自己很认真的钻研 我知道 是不是你故意少画了他一根手指 把阮文锐气得上前掐住了他的脸 滚吧 我看见你这张脸就难受得不得了 江俊琛不服气地抗议 被捏着的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 明明是你叫我来的 阮文锐说着还上手扯他衣服 让他把衣服脱了还给他 江俊琛一把拦住他的闲珠手 表示自己会脱 阮文锐这时偷偷看着江俊琛 又开始自己一个人生闷气 刚刚那幅画是自己画得不够好吗 他不是最喜欢爷爷的话吗 自己明明特意向爷爷请教了的 江俊琛却一点都都没看出来 从被阮文锐赶出来之后 江俊琛回家当晚就做了一个难以启齿的梦 而且可耻的是他竟然尿床了 这个的腹黑长发美人工 心颜子不是一般的多 把老婆耍得一愣一愣的 江俊琛猛然被手机铃声惊醒 都是阮文锐给他打的 江俊琛掀开被子 看了看早起自己就精神的大兄弟 再看看手机 他以后真的再没有办法直视阮文锐了 阮文锐正准备下班 站在办公桌后拿起一旁的木簪树头发 江俊琛刚进办公室就看见这样一幅场景 那种感觉越来越熟悉 尤其是他转过身之后 那被黑色头发遮半遮半眼血白后颈 看起来很性感 阮文锐转身责备道 现在才来 我都准备走了 江俊琛走了神 直到阮文锐走到他面前 他都没发觉 他用手不客气地敲了敲江俊琛脑门 今天吵醒你 你气傻了 江俊琛顿时如梦清醒 昨晚梦见这个男人的自己 一定是脑门被驴踢了 刚坐上车 阮文锐就贴心地帮他系上安全带 两人还闲聊起今天工作的问题 江俊琛心不在焉的地因何这 心里一直缓在想着昨晚的梦 车里空调冷气太足 江俊琛冷得身体直哆嗦又不敢出声 阮文锐这时突然给他递过来一个毛毯给他盖上 看着突然那么温柔的老板 江俊琛不自觉地又想起昨晚的那个梦 脸突然又红了一片 阮文锐转头说道 下周末去不去我家吃饭 家里人说上次相亲的女孩也在 江俊琛下得一击灵 人家是想挽留你的吧 我去的话也太不合适了 阮文锐这时有些生气 声音都大了几分 我们都在一起了 带你去吃个饭怎么了 江俊琛立马就不淡定了 吼道 谁和你在一起了 阮文锐皱着梅瑞微尴尬地说道 你激动什么 现在我家里人都认为咱们在一起了 你不是还向爷爷说最喜欢我了吗 还是要共度余生的喜欢 他最后一句话还故意加重语气 眼神一跃地故意看向江俊琛 江俊琛此时才发现 自己好像固执不绝上了自己老板贼船 早已无力反驳 言下公真的简直不要太香 战斗力不是一般吗 这难道就是穿球鞋的魅力吗 在教室独自做话的灵绩 突然接到江车电话 问他在不在学校 自己过去找他 灵绩激动地站起身 担心画室脏乱 会弄脏江车衣服 表示等一会儿自己去找他 谁知电话那头叫他回头 灵绩听话转头 就看到江车已经出现在画室 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欢喜 冲上去把人一把抱进了怀里 哥哥 我好想你 熟悉的气息迎面来 江车也伸手抱紧了灵绩 灵绩拉起江车的手 邀请他参观画室 快进来 画室里都没有人 就我一个 江车的右手有些冰 左手和右手的温度 有一点点不一样 灵绩注意到却没有刻意说出来 给江车搬了一张凳子 放在自己身边 然后让江车坐下 拿过他的双手 放进了自己的衣服里 灵绩直接把江车的手 塞进了自己衣服最里面 让他的手和自己的皮肤 直接接触 明明被冰得要死 环嘴硬道 手怎么这么冷冷的 先无误 江车看着眼前笨拙的 想要照顾自己的灵绩 他内心暖洋洋的 没关系的 我的手一直都是这样的 然后弯腰轻声抱住了他 倒是你 喜欢这些的画手 可是很珍贵的 被江车半抱住 让灵绩有些激动 他脸通红小小声的 回了句谢谢 画室里陌生而又熟悉的气息 自己这辈子不可能再进化室了 灵绩这么照顾他 让他几乎都忘记了恐惧 江车想着想着 突然觉得好像腿边 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顶着自己 很快他就意识到了什么 阴沉的看向灵绩 你干嘛 被发现的灵绩羞愧得直道歉 他真的不是故意的 想到自己被压了两次 次次都觉得害怕江车起身就要走 我现在出去一下 秀 回来的时候 你已经冷静好了 灵绩委屈的拉住江车的手 不要 不可能的 我只是看见你有些忍不住 可是我不对别人这样 真的 我只对你一个人有感觉 灵绩小奶狗明明是去宣誓主权的 却被灌了一肚子醋 吓得江大总裁菊花一锦 这怕不是以后又要找自己算账吧 被拉住的江车刚想发火 回头就看到话里的自己 江车方才明明对着灵绩的生理反应 都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现在看见这种小细节 他的心就开始莫名的激动起来 有时候感觉就是这么神奇 江车无奈道 这话的我呀 把我化丑了 灵绩听见江车这话 以为他是说真的 眼泪都开始打转了 对不起 是我化的不好 江车看着哭唧唧的灵绩 心里一下又软的不行 其实不是你化的不好 是我长得太帅了 一般人他化不出哥哥我的神韵 对吧 灵绩听到江车安慰自己 他抬头眼眸里满是深情 是 不管在别人那里怎么样 江车哥哥在我心里永远是最完美的 江车愣住 他只不过是随口调侃一句 可灵绩每每都像是很认真的在表白 让江车招架不住 他拉起灵绩捏捏他的脸笑道 其实很不错 刚刚是逗你的 这时江车手机突然想起江俊琛的来电 让他晚上出来吃饭 他请客 江俊琛主动说要请吃饭可是很难得 他对话同理的江俊琛道 行啊 我带个人过来吧 电话那头询问不会是新交的小女友吧 江车酝酿了一下 还是觉得和灵绩听情侣的话 好像有点太过了 小男朋友 不过还不是男朋友 就是给钱的那种你知道的 江俊琛口气很差 你竟然叫鸭 你还要把鸭带过来蹭我的饭 你好恶毒 江车闻言扑撕笑出声 开玩笑的 其实是他 就是那个奶狗狼狗混合体 正好带过去让你看看 江俊琛抽抽嘴角 你认同他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日久生情吗 餐厅内江俊琛正经微坐 一脸严肃的看着坐在对面的灵绩 这大高个竟然比江车还高一点 真让人觉得不爽 不过也是 毕竟是能压得过江车的男人 灵绩主动先开口 哥哥你好我叫灵绩 谢谢你照顾江车 灵绩上来就一股子宣示主权的味道 江俊琛也不惯着他 不碍事 我俩大学开始就是穿同一条裤衩的好哥们 但是你放心我喜欢女的 灵绩顿时就被那句同一条裤衩暴击了 灵绩压着自己一条条和自己算账的样子历历在目 江车又要被灵绩爆炒了吗 点赞关注看下集啊 面对吃醋随时可能变身小狼狗 把自己吃干抹尽的灵绩 江大总裁应该怎么办 江车带着灵绩一起见了自己死党 面对灵绩的挑衅江俊琛丞毫没有在意灵绩表情 继续滔滔不绝地说江车从前的风流去世 当时追江车的妹妹可多了 看着炸毛的灵绩 江车知道不能再让灵绩这个簇钢继续听下去了 不然又该找自己算账了 他起身拉着灵绩的衣领响提机载似的 跟我去上厕所 说去上厕所 江车却把他带到外面让他上车 灵绩终于忍不住问他不是上厕所吗 怎么上车了 江车解开了自己的安全带 上厕所这么私密的事情 还是要再隐秘一点的地方 说着付过身对着灵绩巴唧就是一口 江车的手慢慢上移 然后突然抓住了灵绩的大茄子 你今天是不是吃醋来着 灵绩哪里受得了这种刺激 他一把抓住江车乱动的手道 别闹了 我错了 我不应该吃醋的 你不要生气 江车压住他的手 我没有生气 只是 乘法乘法 让你尝尝记醒 盯着灵绩通红的脸凑得更近了 可以继续吧 灵绩反应过来江车在说什么之后 长得整张脸都红透了 你朋友怎么办 江车这时拿起手机 狗子 我和灵绩要去翻云覆雨了 但已经给你买了 之后电话联系 全然不顾对面的叫骂就挂了电话 反身压住灵绩 现在可以跟我回家了吗 和安顺刚洗完澡 躺在船上拿出手机 就看到灵绩给他发的信息 说自己今天不回家 帮让他帮忙和哥哥说 自己是在他家过夜 他看见灵绩里自己发的信息 先是一愣 然后心情又凝重了起来 想起上次在办公室里看到的场景 后来仔细一想 他觉得是自己太过多心了 灵绩再怎么样 也是灵绩的弟弟 即使没有血缘关系这一点 让人有危机感 他还是答应了下来 他组织好措辞给灵绩发送过去 然后就只剩下灵绩的审判 他既想灵绩回复自己 又怕他怀疑自己 发现自己喜欢的上司 一直基于自己弟弟 他最终还是被妒忌冲昏了头脑 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答应了灵绩的请求 在他把灵绩在这里住的消息 发出去还没几秒 灵绩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何安顺诧异竟然是视频电话 何安顺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接 接了又怕自己说错话 灵绩不在身边肯定会露线的 灵绩把电话挂了 又立马打进来 何安顺知道他有些生气 就立马坐了起来 睡衣从肩膀滑落到一边 灵绩刚把电话接通 就看到他敞开的胸口 责令到让他把衣服穿好 何安顺因为太过紧张没有注意到 此时被灵绩呵斥了一句 灵绩见何安顺犹犹豫豫的模样 就知道自己被骗了 何安顺也没有替灵绩继续隐瞒下去 实际上只要看见灵绩的眼睛 他就不敢再撒谎了 对不起 我骗了您 灵绩隐隐隐有发怒的征兆 压低声音 语气词也跟着加重了 他人呢 你竟然帮他骗了我 总该知道他人吧 何安顺下的钻紧手里的被子 我不知道 灵绩眼神顿时冷落冰霜 你不知道就不要掺和我们家的事情 万一记他发生了什么事 你就是拿你的命来敌 你都赔不起 一股寒凉从脚底一直透到头顶 何安顺的脸色煞时间惨白下来 我知道了 小少爷肯定没事的 您别太担心了 林东旭冷笑道 你肯定是不担心的 低的一声就挂断了电话 以前何安顺从来不知道 什么叫做揪心 原来揪心是这么一种感觉 令人害怕 以至于呼吸都困难 这就是对自己欺骗 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而做出的惩罚吧 林东旭没有直接打电话给林静 而是打电话给别人 让其他人帮自己监视着林静 然后又给林静回复了一个信息 让他早点回来休息 这种日子 不知道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林东旭好想快点结束这场战斗 然后 然后让林静只属于自己一个人 让谁都无法觊觎 江彻带着林静 还以为这次终于可以有机会反攻 结果半路就接到江俊琛的求救电话 原来被江彻放鸽子后 江俊琛想着不用自己买单 就胡乱点了一桌海鲜 硬生生把自己吃到急性肠胃炎 江彻接起电话就听到那头说 让他回去接他去医院 江俊琛说完就没了动静 江彻才意识到江俊琛好像是真的不行了 林静看着慌张的江彻连忙询问怎么了 江彻只说了有些事 就没在开口 林静刚才还在未能和江彻多待一会儿高兴 可是看见这样的江彻 他内心又有些东西发酵了 他好像从来不和自己说他自己的其他事 不仅有些失望 不一会就到了医院 江俊琛还在抱怨自己还有工作没完成 这下进医院了肯定被老板骂死 说曹操 曹操就到 阮文锐脸色铁青的站在病房门口 江彻打量这位江俊琛口中的老板 感觉看起来不像是个压榨员工的人 反而是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 谁知阮文锐突然一秒便脸指着江彻 可以请你出去吗 我想和他单独待在一起 江彻听后笑意盈盈不嫌失大的说道 真是巧了 我也想和他单独待在一起 凭什么是我走不是你走 阮文锐死死盯着江彻的脸轻笑着 凭什么 凭我家里人见过他 都认定江俊琛是我们家的人了 此话一出江彻感觉被暴击了 本意想着帮忙整下他老板 现在老板便老公好像自己才是局外人 他不想多管闲事 低头直盯着江俊琛 你管老公叫老板的吗 不打扰你们二人世界了 我这就滚 你之后再和我解释吧 江俊琛自知里亏想拉住江彻 又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解释他和阮文锐的事情 见江彻离开阮文锐过去坐到江俊琛旁边 眼神直视着江俊琛的眼睛不放 这么久了 是不是只要我不明说 你就不明白我的意思 江俊琛刚想反驳就被阮文锐一把捏住下巴 跟我去见家长的是不是你 向我爷爷发誓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是不是你 江俊琛欲哭无泪反驳道 那是配合你演戏 实在不行我和你道歉 阮文锐真的释服了江俊琛这个神奇的脑回路 他看着江俊琛认真说道 我喜欢你 这样说你能明白了吧 你要我说几遍能听懂 我就说几遍 江彻从病房出来 还没消化刚刚阮文锐和江俊琛的关系 他拿出烟症准备抽发现火机掉了 正当他翻找火机时 转身就撞上迎面走来的灵记 灵记紧张的捧起江车的脸 抱歉 你没事吧 江车这才看清灵记 你怎么跟我过来了 不回家了吗 灵记支支吾吾说 我不放心 我帮你把车开回去 看着你上楼我再坐车回家 江车宠溺的摸摸灵记的头 好吧 真是拿你没办法 那就你来开车吧 车厢里的时间跟着播放的音乐缓缓流淌着 灵记趁着停车的时候 扫了一眼江车发现他睡着了 灵记一时半会儿 不忍心叫醒江车 随手把音乐条小声了些 看着江车的睡眼 忍不住上手抚上他的脸颊 顺着视线灵记微微抬眸 就看见外面的江济海 他心惊皱眉 那个声音怎么那么熟悉 他解开安全带 正要下车江车就醒了过来 他看见灵记要下车 嘟囔了一句 到了 你怎么不叫醒我 灵记松开了开车门的手 缓了缓心情 因为你睡着的样子太可爱 所以没有忍心叫醒你 江车最近发现这个小孩 真的是越来越会说花哨的话了 幸好自己最近学会了不为所动 那你现在回去吗 灵记一把抱住了江车 表示自己要亲一口再走 江车好笑这小鬼头 可真让人头疼 江车走到小区门口 就看到江济海正提着食物 江济上前看着他手里的袋子道 您晚上就吃这个 江济海抬头看他 你不是说你不回来了吗 我就随便吃点得了 灵记站在巷子后面 看见江济和江济海走到一起 他的脸色突然变了 他认出了那个背影 是杀害自己父亲的凶手 到家后江济一连 给灵记打了几个电话 他都没有接 嘟囔着刚刚到底是 谁说到家要联系的 现在又不接电话 他起身出去倒水 发现父亲房间的灯还亮着 本想帮他顺手关灯 却注意到床头柜的相册 他帮父亲关了灯 拿着相册回了自己房间 打开相册 发现一个熟悉的男人 沉思片刻后 突然猛然想起点 那年那个昏暗的葬礼上 那张黑白照片上的男人 那个叫做凌望的男人 看着相册里 他父亲和这个 叫凌望的男人的亲密照 江测一时半会儿 却找不出头绪来 他们不是仇人吗 怎么会那么亲密 这个哥哥 对自己的弟弟 有着变态的占有欲 明明是一心 只喜欢自己的秘书 都能认成假想仪 还变着法子 惩罚自己秘书 灵记一遍遍看着手机里 江测打来的未接电话 他从没有想过 自己会有一天 能忍住不接江测的电话 灵记不知道江测 和江济海是什么关系 就算未来再怎么恶心 现在他也只想 好好地和江测在一起 回想着他们 站在一起时的场景 也许眼见也不一定为实吧 何安顺端着咖啡 站在林东旭的办公桌前 眼神直视着前方 却稍稍避开了他的双眼 不敢直视 心虚还有惶恐 林东旭靠在椅背上 微微抬头 神情孤傲的 像是在看着一只山星蝼蚁 说说看吧 何安顺低着头站在他面前 忐忑地倒着手里的咖啡 对不起 林东旭一把拽过何安顺 打翻了他手里的咖啡 我说过 关于灵机的事情 你不要再插手了 怎么 你把我的话当耳旁方 单手捏住他的下巴 既然做错了事情 那你这个秘书助理也就辞了吧 何安顺听见 林东旭说要辞退自己 音量一下就拔高了 少爷 请不要辞退我 我什么都愿意做 所以辞退这种话 请您收回去 林东旭看着突然激动的 何安顺玩味地说道 你就那么想留在林家 何安顺慌张地点头 他眼镜下双眸那遮掩不住的慌张 让林东旭忽然觉得有点意思 他想看看这个从小 就跟在自己身边的男人 到底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一面 拉着他的手让他过来 他解开自己的领带 堵住了何安顺的嘴 低沉而性感的雌性嗓音 在他耳边响起 惩罚开始了 别发出声音 还有灵机的事情 以后绝对不允许你插手 另一边的江彻正和父亲 一起吃着午餐 江彻回想起 被江济海抱着睡着的那本相册 还有那一夜上面的男人 忽然道 你和妈是真心相爱的吗 江济海微微诧异 江彻怎么会这样问 江彻不敢直视父亲的眼睛 强装着镇定继续道 就是有一种东西 他叫做骗婚 江济海大约知道江彻想说些什么了 他早上起来就发现了 有人动过他的相册 江彻肯定知道了 江彻自从发现自己父亲相册里面的男人后 他开始质疑父母的婚姻 江济海眼神闪过一丝慌乱 我没有骗婚 江彻将信将疑 呆呆地望着江济海 爸 其实我也不止喜欢女生 大学的时候初恋也是个男的 以后要是带个男的回家你别惊讶 江济海放下碗筷脸上从未有过的深沉 你是认真的吗 江彻一脸认真的盯着父亲 嗯 我觉得这种事情要先和您报备的 而且我认为喜欢男人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 其实我一直以为 您和照片上的那位叔叔是不是 江济海连忙否认 也不想听江彻接下来说的是什么 江彻就知道 只要自己一提关于那个男人的事情 江济海就会很激动 不愿意说也没关系 但是爸 这种日子您过得开心吗 江济海青醋眉头 我没有骗婚 只是后悔没有保护好你母亲 我很高兴自己当初做了一个对的决定 和你母亲在一起有了你 江彻的表情凝固了一秒 然后像释怀一样恩了一声 到了公司后 他摊在沙发上伸着懒腰 和父亲出柜算是解决了一件烦心事 他拿起手机看到灵机到现在还没回自己信息 他刚觉得郁闷自己是不是哪里又踩他雷了 就收到灵机说自己已经在公司楼下的信息 江彻看着这么些条信息 心里才觉得好受一些 想着他怎么可能不理自己 江彻看着灵机坐面前浑身炸毛的样子 以为自己刚刚让他多等了一下生气了 谁知灵机突然一脸委屈的说道 那个秘书不让我进来 他对你图谋不轨 江彻差点被逗笑原来是吃醋了 人家有女朋友 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喜欢男的 而且我又不是只喜欢男人的 看见女人我也一样有感觉啊 灵机一听突然委屈的眼泪都出来了 江彻才发觉自己好像又说错话了 看着这样的灵机他又没辙了 但是目前我还是最喜欢你的 听到满意的答案后 灵机突然站起身压向江彻 我也是 我会一直喜欢你 无论未来发生什么 江彻看着眼前的灵机 两次被他压在身下时都是这种眼神 那该死的压迫感又来了 江大总裁为了把小奶狗灵机留在身边 硬是瞎掰公司缺人 要把灵机塞进自己公司 面对灵机给自己带来的压迫感 他觉得自己要找回主动权 于是把手搭在灵机肩上顺势按下他 你要不要来我这里上班 我这里刚好空了个设计师的位置 这里比你在学校轻松工资也高 而且每天都可以见到我 听到可以每天都可以见到江彻 灵机都没思考就开口说道 我想来 可是又想到林东旭 他就激动的心情就伪了 可是我哥哥那里不好说 学校的工作还是我求他 他才同意我去的 况且学校那边我不知道该怎么和老师说 江彻符 学校那边我帮你跟老师说 那些老师应该都还认识我 我还从没见过哪个做哥哥的 连弟弟的工作都要经过他同意才行 又不是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 是不是低控啊 你就说你来不来吧 灵机怕自己再犹豫不决 江彻真的会嫌烦 而且自己的确应该独立了 于是开心的答应了下来 江彻把秘书叫进来 让他给灵机安排职位 秘书一脸疑惑问到 我们好像没有设计师辞职 江彻辙了职外面 那就把那个人辞了让灵机顶上 秘书推推眼镜 好的老板 那林先生时挂名还是正式 江彻看着不远处的灵机 嘴角露出一抹笑 正式的 我相信他可以的 三天后灵机参加的 全国设计师大赛如愿进了出赛 去参加决赛时在门口 遇到了陪阮文锐来做评委的江峻琛 他走上前慰问起最近状况 江峻琛想起自己自从住院被表白后 阮文锐的各种关心和各种被吃豆腐 自己却无可奈何 他自嘲的挠挠头 我这段时间过得可真是太好了 他强行转移话提问灵机 怎么比赛结果还没出来却那么开心 灵机卖关子的指了指手 秘秘秘 然后转身打招呼就去等结果了 阮文锐这时突然出现在江峻琛后面 问他在看什么 把江峻琛吓一跳 江峻琛知道阮文锐是个簇钢 不想多事解释着没什么就要他回去 阮文锐这时抓起江峻琛的手 每次都是我主动 明天开始有你主动牵我的手 不然就扣工资 江峻琛听见扣工资就炸锚 每次都被他拿捏 明知道自己是财迷故意的 为了博得江大总裁的关注 灵机小奶狗都变绿茶狗了呀 江车在公司忙完拿出手机 想着这个时间比赛应该出结果了 要不要打个电话慰问下灵机 正当准备拨号时就接到灵机电话 他正想夸灵机心有灵犀 谁知电话那头去告诉他 自己比赛的出事了 江车挂了电话慌忙赶到比赛现场 没顾得上喘气就一把抱住灵机 别怕 我在 旁边的江峻琛还在吐槽 那么大的比赛也不知道陪着灵机 江车本就是学设计的 知道比赛稿子被盗用是什么概念 他心疼的安慰着灵机又内疚的道着歉 然后转身质问身为评委的阮文瑞 现在是什么情况 阮文瑞解释着 有一位选手交了和灵机一样的话稿 并声称是灵机盗用了他的话 现在已经查清楚了 灵机是清白的 谁知话音刚落 旁边就冲过来一个人大声朗朗着自己没有盗用 正是江车为了给灵机位置辞退的那个秃头 江车见状连忙上前拦住他 生怕他过击做出伤害灵机的举动 阮文瑞则淡定的叫保安把他赶出去 并取消他的参赛资格 秃头上前想要理论就看到灵机胸前熟悉的当主 就在比赛前有个行为诡异的人找了他 出钱让他陷害灵机 秃头本就对自己被江车辞退怀恨在心 又能报复还能收钱的美差 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而现在看到灵机他才后知后觉自己被耍了 他们根本就是同一个人 他指着灵机说出事情原委 但是在场怎么会有人信他的无稽之谈 江车更是上前解释着这个人 是因为被解雇才报复的灵机 谁知秃头这时却说自己有证据 当时拍下了让自己陷害灵机的人 阮文锐接过秃头手中照片 沉思了片刻 很明显照片上和灵机不是同一人 保安把人带走吧 就这样他秃头在保安的挟持下带离了现场 江车好奇的上前想要查看照片的人 阮文锐却没有给他 只是意味深长的看着灵机 没什么好看的 不会有选手会干这种自毁前途的事的 对吧 灵机则心虚的硬合着 没错 江车突然觉得这两人的话语怪怪的 但是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 江大总裁发出灵魂拷问 你到底是喜欢我的腿 还是喜欢我这个人 两人从比赛现场回来后 江车发现灵机还是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 他刚想上前安慰几句 谁知灵机这事却开口 你是明明是懂话的对吧 为什么要骗我呢 江车惊觉原来灵机看出了 但是他并不打算告诉灵机自己糟糕的过去 他栖身蹲在灵机面前 要不我请你吃拔丝红薯吧 咱们就不提这事了行不行 灵机听完秒变脸 开心的捧起江车的脸 真的吗 那我们现在就去酒店 不等江车反抗 就抢先堵住了他想反悔的嘴 江车有种自己挖坑 把自己埋了的感觉 他睁大双眼 看着眼前对自己为所欲为的少年 灵机还是和以前一样脸同的像番茄 只要感受到你的气息 我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所以我想你也喜欢我 但是现在就这种关系 我也很满足了 我只想以后 你能多喜欢我一点点 江车从他的眼里看见了许多东西 不单单是爱慕 还有很多他读不懂的复杂神色 他微微抬眸问道 和我交往你会开心吗 你觉得我们能一起克服 未来会遇见的种种困难吗 譬如你的家里人 灵机一脸认真地看着江车 我和你在一起跟其他人有什么关系 我不在乎他们怎么看我 我只想你看着我 这样也不可以吗 江车想起和魏启明的种种 让他比常人很多疑虑和担心 那你会接受我的全部吗 灵机这时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你的一切我全部都接受 看着眼前那么深情的灵机 江车再也无法忽视掉自己的内心 正一点一点被灵机撞开 他张了张口道 那我知道了 随后向办公桌走去 你跟我过来一下 我给你看的东西 灵机跟后面看见地上的纸 引起了他的注意 江车用脚踢了踢地上的纸团 你随便捡起一个看看 灵机听话地蹲下 想捡起地上的纸团 视线却停在江车的大长腿上 江车无奈地上前捏了捏灵机的脸 叫你看纸 你看什么呢 江车看着灵机因为欲望而赠亮的双眸 突然一改往日的嘻哈样 等一下 你说你喜欢我是吧 那你是喜欢我的腿 还是喜欢我这个人 江大总才开始怀疑 这个腿控小奶狗只喜欢自己的腿 他让灵机看地上自己的草稿纸团 谁知灵机蹲下看见他的腿后 就默不开眼了 江车看着他因为欲望而赠亮的双眸 发出灵魂拷问 等一下 你说你喜欢我是吧 灵机回答得又快又响 毫不犹豫 对 我喜欢你 江车一改往日的嘻哈样 认真而诚恳地询问 那你是喜欢我的腿 还是喜欢我这个人 灵机先是沉默了一会儿 把江车用力地拉到自己身前 挤进了他的两腿之间 抱住了江车的腰 我爱你 当然包括你的腿 但是我更喜欢你内心深处的那种 让人能有一眼就深深爱上的那种魔力 我喜欢你 江车 灵机听着他心脏跳动的声音 你也是喜欢我的 对吧 江车承认 就在刚才那一刻 自己对眼前这个半搭不小的男人心动 但是 江车现在才不会承认 我才 我才不喜欢你 灵机盯着江车的眼睛看 一直看到江车心虚 不敢再和他对视 你喜欢我 江车见心思被拆穿条件反射的弹起身 我没有 一巴掌拍在他的头上 恼羞成怒道 你给老子看地上的纸团 纸团打开 里面都是一些随便乱画的线条 灵机疑惑地抬头看着江车 这是 江车装作不在意的笑 这就是我画的 怎么样 我很差劲吧 我就是这个水平 灵机又捡起另一个纸团拆开 你果然是懂画画的 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明明很厉害的 怎么会画出这种东西 江车伸手俯上 灵机的嘴唇打断了他的话 这就是我想说的 你不是说爱我吗 如果你以后能听我慢慢讲述这些事情 作为交换条件 我就答应和你交往 灵机有些不相信 但是江车提出的条件确实很诱人 不分手的那种吗 江车拒绝着 不 看我心情分手的那种 灵机不与片刻后凑近江车 那 那你喜欢我吗 爱我吗 江车躲开灵机直视的目光 有那么一点点喜欢吧 你就加油让自己变得更可爱 说不定我哪天恋爱脑一抽 就爱上你了 你就一直喜欢我 喜欢到我爱上你为止吧 江车看着灵机一直不说话 呆愣在那里以为他不同意 谁知灵机一把将他扑倒 我愿意的 接下来就是紧VIP可见内容了 小奶狗和总裁讨要奖励 我可以摸摸你的腿吗 江车还在和办公室忙着 门口就正好响起了灵机的敲门声 灵机一进门就迫不及待地扑到江车怀里 哥哥 我想你了 然后一把抱住了江车 蹭着他的脖杠 你今天好香啊 江车看着灵机宠溺的笑道 今天喷了点香水来着 怎么样 灵机又在他颈尖深深嗅了一口 好闻 江车拿起灵机的手 亲吻了他的手背 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吗 小尾巴都翘上天的了 摇得我眼花 灵机对江车对自己做的动作感到害羞 脸突然就红了 上次的比赛获奖了 主办方觉得我又前例想要打造我 江车一点都不意外 论基础 灵机比以前的自己还要好上一些 创意什么的也是有的 不愧是我男朋友 灵机开心的像只小狗摇尾巴一样 那我 我可以要奖励吗 江车倒是无所谓 小朋友努力了 就应该有奖励吗 灵机盯着他的腿害羞的说道 我 我想摸一下 江车没有忘记的 灵机是个腿空来着 他轻笑 好吧 小朋友都这么厉害了 想怎么摸都可以 江车话音刚落 就感觉自己疼了空 被人从椅子上抱了起来 灵机的手好像有一种 深深吸引着自己的磁场 就在江车差点沉沦进去的时候 门口突然又响起了敲门声 小王秘书在门口 等了一分也没听到批准 犹豫着到底是进还是不进 江车哄着灵机先把自己放下来 才让秘书进来 小王秘书看见灵机在里面 端正地站在江车旁边 江车低着头 好像在处理什么 对于灵机在场 小王秘书并不觉得奇怪 毕竟灵机已经开始接单子了 但是总觉得他俩脸上的红韵不对劲 老板 您那个叫江俊琛的朋友来了 现在在会客室等着您 江车愣了一下 江俊琛平时没事 不会特意来公司找自己吧 除非是真的发生了什么大事 江俊琛一把鼻涕一把泪地 往江车身上靠去 江车 这次你一定要帮我 江车让他好好说话 江车琛握着自己的手 颤抖着声音小声道 他 他强迫我用手帮他 避避避 我的手被磨得现在好痛 完了 他不是跟我开玩笑的 他真的是那个 那个是哪个呀 点赞关注 这个男人弯不自知 像受了天大委屈一样 跑到江车面前诉苦 江车很无奈 谁会跟你开这种玩笑 事情还要从灵机参加比赛那天说起 江俊琛做死的提起 想要之前阮文锐答应给他的宝贝 谁知阮文锐拉开库链 按着他的手往自己那一放 压低的嗓音蛊惑般地引诱着江俊琛 怎么样 宝贝还满意吗 江俊琛一把鼻涕一把泪 他不是跟我开玩笑的 他真的是gay 江车终于明白过来很无语地看着他 我也是gay 你能不能小声一点 不喜欢他明知拒绝他不就好了 江俊琛撇撇嘴 我拒绝过了 可他非不听呢 我已经辞职了 现在就是希望你能收留我 江车无奈点点头 那好吧 你就先来我公司上班 帮我带带我家那只小狗 我给你发工资 江俊琛这才知道 原来江车和灵机已经开始交往了 只是没想到 他会被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吃得死死的 这是门外突然想欺让文锐的声音 把江车琛吓得不知所措 江车则淡定地让他放心 交给自己 会议室内 阮文锐看了他一眼 直接就切入正题 江俊琛 让他出来和我说 江车眉头一皱 他不想见你 请你马上回去 我的时间还挺之前 阮文锐不屑道 我也同样没时间陪你好 那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 你不应该插手 他现在不想见你 你逼得他太紧了 他现在自我定位不足 还以为自己一定是只能喜欢女人的 就算现在见到他 也不能让他改变什么想法 阮文锐对江车的说辞很是不屑 听完就更生气了 我要是不能 江车没想到他那么执着 我是有办法让江俊琛跟以前一样 回到你身边帮助你 不过我是商人 你想要喜欢的人陪在身边不躲着你 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拿什么和我换人呢 你想要我给你什么东西 你直说就好了 没必要拿江俊琛来做噱头 他是人不是什么等价交换的商品 我并没有把他当做商品 我只是想着 如果你真心喜欢他的话 应该不会连一点点小小的条件都不答应吧 我希望你做的也不是什么难事 只是希望你多帮灵机宣传一下 只要他能活起来 我就让江俊琛回去 阮文锐觉得自己今天这趟过来 完全是中了江车的诡计了 既然如此 那灵机在画展上那件事 你就一辈子吗 蒙在鼓里吧 江车的算盘打得叮咚响 觉得自己帮江俊琛解决心头的那点难言之意 顺便还给小狗谋了福利 简直一箭双标 江俊琛和灵机只是站在外面 看见里面的两人不停在说话 江车笑了看起来很满意的样子 灵机心头堵得慌 不知道哪里跑出来一个大帅哥 此刻江车和他 两人正勾肩搭背的从里面走出来 看起来异常亲密 江车突然一把揽过阮文锐肩膀 狗子 这男人你到底要不要 你不要的话我就领走了 反正脾相不错 江俊琛愣了愣 可是你不是脸盲吗 怎么会知道他好不好看 江车继续戏弄道 我也没想到 一遇见他就不脸盲了 可能这就是缘分吧 江俊琛还想反驳就被江车打断 狗子 你看你这不这样 怎么敢说不在意他的 难道你要这样逃避 一辈子看着他和别人结婚吗 江俊琛沉思了一下 然后向阮文锐伸出手 我就暂时尝试一下 不是给你机会 是给我自己一个机会 阮文锐开心了牵他的手 心想着江车确实是有一手 点点头 那我们去吃饭 江俊琛此刻还很别扭 还是有点不习惯 随便你 江俊琛在饭点的时候 和阮文锐先去吃饭 江车就带着灵记先回去了 灵记刚回到办公室 就一把抱住了江车不让他走 江车握着他搂着自己腰的手 回声看了他一眼问道 怎么了 灵记把头埋在他的颈窝 闷声闷气的好不可怜 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江车愣了一下忽然明白过来 自己光顾着那两人 竟然忽略了自家小斗的感受 抬手安慰性的摸了摸灵记的头 是我错了 我没有不要你 刚才只是权宜之计 灵记好火 江车说一句什么他就好了 又蹭了蹭他的脖子 乖巧的说着八道的话 我不喜欢别人碰你 只有我能碰你 江车忍住笑 抬起他的下巴就砍了上去 小屁孩 那你倒是给我打上你的标记 然后顺了顺灵记的头发 对了我刚才拜托 阮文锐帮衬你的事业 你要好好表现 那这样借你的时间 是不是就少了 江车又安抚着 你啊 现在应该学会慢慢长大了 我喜欢成熟又可爱的男人 我喜欢成熟可爱的男人 你该慢慢长大了 被刺激的灵记 开始朝着成熟可爱努力着 但是他好像误会了什么 并且在江车的安排下 跟着阮文锐学服装设计 帅气的外形 加上出色的能力 让他在设计大赛 顺利拿到最佳人气奖 加上阮文锐的大力推荐 和公司的包装推广 灵记上了一个又一个节目 现在他已然成了一个 小有名气的明星一般的存在了 林冬旭自然也知道了这件事 他死死盯着电视机里面的 江车和灵记 那样的亲密 他心里五味杂陈 不要让外界挖出他的身份 顺便找下服装公司 我想给他办个时装秀 灵记开心的来公司和哥哥报喜 他想趁这个计划 说服林冬旭让自己搬出住 哥 有没有看到我的采访视频 看到了 没想到一转眼你就长这么大了 已经这么独立了 他过去摸了摸灵记的头 最近我这边有几个秀的主题 你看一下 我希望你能把我住这个机会 灵记看哥哥心情不错 顺势提出了想要搬出去住的想法 他解释着自己搬出去 并不是想要离开哥哥 只是希望自己能和哥哥一样自立 林冬旭沉默了一会 他知道灵记搬出去是为了僵撤 我可以答应你搬出去 但是也希望你能考虑半年后和我出国 国外的设计相对而言 更现代也更先进 机会更多也更适合你 这回换灵记沉思了 他自然是不想离开江撤的 但是这也是个可以让自己成长的机会 因为江撤说过喜欢成熟的男人 灵记最近因为忙于工作的事情 江撤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他了 他发现自己最期盼的时间 居然就是等待灵记主动给自己发信息 和打电话的那十分钟左右 结果这个家伙还不回信息 他思念心切从公司出来 就直接找到灵记家了 到了楼下又觉得面子 挂不住想打退堂鼓 正想转身走 结果迎面就装上了出门的灵记 当两人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时候 江撤忽然发现灵记长高了 江撤 你怎么来了 江撤下意识地把滑雪场的门票藏在背后 灵记没有看出江撤的怪异举动 一把抱住了他 我想你想得快死掉了 早知道这么长时间不能和你见面 我就不搞什么事业了 灵记参加设计大赛后火了 工作越来越忙和江撤的见面也就少了 这天江撤思复心切地找上门 灵记一见到他就搂着一段故宿心肠 江撤突然发现自己的小奶狗 好像长得比自己高了 也没有之前的那种小孩子气了 江撤很不习惯这种姿势 看起来自己很弱小一样 灵记抓着江撤的手不放 哥哥 你想我吗 有没有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突然的连黄问让江撤一下子就红了脸 你问那么多 让我先回答哪个 灵记抚摸上江撤的脸 哪个都可以 我只是想听你说说话 江撤看着眼前的大型犬 心脏前所未有的跳得飞快 我 我也很想你 灵记的呼吸一顿 随后又开心的向个孩子 拉着他的手让江撤跟他走 江撤说不上灵记给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只是觉得灵记这在外闯了一趟 确实是有一点不一样 好像变得稳重起来了 到家后灵记迫不及待的 把自己最近练出的腹肌给江撤看 还邀功一样问对方怎样 看得江撤直接傻棱住 这小子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他赶快上前撤下灵记的衣服 我说的成熟可爱不是指这种成熟 灵记顿时就迷茫了问他那是哪一种 江撤尴尬的坐在沙发上转移话题 算了不重要了 你最近怎么样 在忙什么呢 灵记开心的把林东旭 要给他开个人时装展的事告诉了江撤 并且邀请他一起来 江撤则拿出刚刚藏起来的门票 可以是可以 但是在时装展前找个时间去滑雪好不好 灵记见状开心的扑过去抱住江撤 大声的喊了句好 两人许久未解的思念之情 在这一刻化解了 不久两人便在约定的地点见面 这是两人确定关系后的第一次约会 江撤发现自己居然有些紧张 灵记一眼就看见江撤 兴奋地朝他招招手 江撤 这里这里 他跑过去立马就拉住江撤帮他暖手 昨天晚上刚下过雪 我忘记告诉你了 还好我带了你马术的衣服 一会我们去换上 江撤突然反应过来 灵记怎么会知道自己的马术 灵记这时红着脸比划着 之前在床上的时候感受过 就大概猜出来了 江大总裁私父心切 约了灵记一切去滑雪 两人在滑雪场一阵快火 两人打闹间 灵记于光瞥见不远处 有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魏启明鬼鬼祟祟地躲在一棵树下偷看 魏启明是特地来找江撤的 他后悔了 他以为自己未婚妻是一个温柔贤淑的女人 谁知相处下来才发现是个脾气大刁蛮任性 还总是一身一鬼的大小姐 而且在公司背后总是有人在窃窃私语 讨论他是个靠女人吃软饭上位的 就在他产生想离开金家的想法之时 便接到了林东旭的电话 对方出钱让他勾引江撤 魏启明当下本就怀念江撤对他的好 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林东旭 看到江撤现在事业有成 他肠子都毁清了 他远远地观察着江撤和林继 想找机会制造偶遇 殊不知林继早就发现了他并且认出了他 看到他想过来林继直接拉着江撤要去别的地方玩 江撤好像没注意到魏启明 但是林继的表现都怪怪的 左摇右晃的拼命挡住自己的视线 试图引导他往别的地方看 过分小心翼翼的照顾 还有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频繁的肢体接触 江撤感觉自己在看一场表演 自家小朋友还演得很开心 江撤就没有戳穿他 魏启明看到林继一副显示主权的样子 这才怀疑自己是不是暴露了 夜幕降临江撤有些疲惫 上车久睡了 林继远远地就看见躲在树后 偷看他们的魏启明 他安顿好江撤就去找魏启明 他想知道魏启明今天跟了自己和江撤一天的原因 按江撤的说法 魏启明应该很满意现在的生活状态才对 为什么还会露出那么贪念江撤的目光 林继大方的过去和他打招呼 学长你好 魏启明一脸震惊 你是谁 我不认识你 林继还是一脸尊敬的笑 我听江撤说了你们是同学 我也是华龙毕业的 所以叫您一生学长 魏启明惊讶眼前的男人 似乎是知道了很多东西 察觉到他和江撤关系不一般 心虚的想要走 林继还是从容淡定不实优雅的说 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药的 现在那个人是我的 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是我的 所以请您把那种恋恋不舍的目光 从他身上移开 如果您的右手也不想要的话 就尽管再靠过来试试 看到自己家老婆被白月光惦记 林继小奶狗切大号画身负黑小狼狗了 林继发现了跟在他们后面 偷看了一整天的魏启明 他从容的过去自我介绍 顺便警告了一下他别再打僵撤注意 又讽刺他都当上金家女婿了 这点觉悟都没有 魏启明恼羞成怒的一挥手 林继微微侧身 一把抓住魏启明的手 他在睡觉呢 别把他吵醒了 我只想让他看见我可爱的一面 万一江澈看见我这么恶劣的话 会不喜欢我的 当然 船上除外 魏启明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林继掐着他的手越收越紧 直到他差点发出惨叫声才松了手 在车上打等的江澈 被魏启明的惨叫声惊醒 他摇下车窗就看到两人的身形动作 但是林继的声音压得低 江澈听不清他们在干嘛 酒精越来越上头 烧得江澈头晕 以为外面是小狗大战怪兽 在他愣神之际 林继已经回来车上 刚才那个是怪兽吗 你是在保护我吗 小狗狗 林继关门的手一抖 心想江澈这是喝醉了 还迷糊着呢 没想到江澈居然还有这样一面 真是意外的可爱 他配合着凑近江澈叫啃他 对 我是在保护你 而且 我现在要收保护费了 林继靠过去 在昏暗的光线里表情 或许没有那么柔和 又或许是别的什么原因吓到他了 总之江澈避开了 林继有点失望声音委屈道 澈不让我轻吗 那我们回家吧 江澈听着他的声音就于心不忍 看了林继好几眼 才起身倾听点水般的啃上去 林继一愣 忽然脸红 无论江澈是清醒的 还是喝醉的时候 都是吃软不吃硬啊 真可爱 你说我要拿你怎么办才好 魏启明吃了一肚气 没有回京家去了酒店 他还在消化刚刚林继的话 房间的门突然被打开 金兰亚自态优雅地走过去 站在魏启明面前 质问他躲在这里干什么 为什么不接电话 魏启明被吓了一跳 怒瞪着眼前这个不倾自来的女人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金兰亚指示着魏启明 我的未婚夫在哪我不能知道吗 魏启明有些心虚 我只是有点忙 现在才回到酒店 金兰亚温柔的脸上 带着点嘲讽 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呀 你现在在逃避什么呢 你想要的都是我给你的 没有我你什么都不是 林继终于要带江彻剑家长了 只是哥哥真的会顺他意吗 林继的时装秀定下来的时候 阮文瑞也去助阵 因为这事 媒体还大肆报道了一番 林东旭很担心 林继办时装秀的时候 他推掉了所有工作到了现场 亲自给他挑礼服打领带 林继上前拥住了他 我知道这个机会是哥哥帮我争取的 我已经长大了 明白哥哥为我做的一切 林东旭笑了笑 上次说的出国 你考虑的怎么样 我已经和那边的学校说好了 就是你一句话的事情 林继挠挠头 我 我还没想好 等事情完了 我就给哥哥答复 他有些心虚的转移话题 哥 我们出去吧 媒体都来了 等林继出去旁边的何安顺才敢开口 少爷 您突然安排小少爷出国 是不是有点太仓促了 林东旭倾笑了一声 韩正意味不明的神情 逆了何安顺一眼 你还想在林家待着的话 就少管一点 何安顺不明白林东旭在打什么主意 他很焦躁 可是不知道自己在焦躁些什么 即使自己再怎么喜欢林东旭 那个男人的目光 从来不会放在自己身上 他不爱自己 不管有多么深的肌肤之轻 林东旭的眼里满满都是林继 就连一起打高时叫的 也是林继的名字 他还能等林东旭多久呢 他又多久才会看自己一眼呢 江彻这边已经到了秀场 想去找林继 却被一个戴着鸭舌帽 全身上下裹得特别严实的男人 撞了一下 江彻被撞那么一下 看那人不但不道歉还跑了 吐槽着现在的人真没素质 脚底却被什么东西割了一下 一颗珠子滚落在自己的脚边 还没来得及起一心 林继就朝自己走了过来 对不起 让你等了这么久 江彻忽然想起来 第一次和林继见面的时候 酒吧里那个手足无措的少年 和现在站在自己眼前风度翩翩 有模有样的小大人 也才半年而已 没想到变化那么大 江彻伸出手笑着说 我也刚到 恭喜了 林先生 第一个时装秀 林继鸣嘴轻笑 耳根微红握住了江彻的手 谢谢江先生 我爱您 然后向身后招呼着让林东旭过来 他要把江彻介绍给哥哥认识 林继拉着江彻的手 哥 这是我朋友江彻 林东旭挑挑眉阴沉着脸 哪有人会死命牵着朋友的手不放 一点说服力都没有 林继带着江大总裁去见清哥 两位哥哥会争锋相对 还是和平竞争呢 江彻应邀参加林继的个人时装展 林继开心地拉着江彻的手和清哥介绍 表示这是自己的好朋友 林东旭点点头没说话 眼神却一直在打烊着江彻 江彻第一次见到林东旭 就知道他是一个心狠手辣的男人 可是江彻不知道的是 这个人竟然会是林继的哥哥 两个人之间的反差大德不像是兄弟 他被林东旭这眼神看得心里发毛 想回避他的眼神 却又觉得自己不能回避 一时觉得气氛好奇怪 林东旭这时突然开口 林继 我一会想和江先生说两句话 你先去那边可以吗 江彻闻言有些汗言 心想这是看出他和林继关系 准备兴事问罪吗 谁知林继这个傻憨憨一点 也没有察觉到不妥 开心的答应着 然后转头看着江彻笑 轻声说道 没事的 我哥哥他人可好了 不一会 替台上的模特已经开始走动 林东旭却并没有和江彻说话 反而一直盯着林继看 江彻如坐针毡觉得尴尬死了 正想着自己要不要问问时 林东旭开口了 我弟弟这段时间让你费心了 江彻轮了一声 一下子还没反应过来林东旭是在跟自己说话 没 他很听话 倒是他照顾我比较多 林东旭眸子闪过一丝阴沉 江彻继续夸着林继 短短半年就在夜内达到这个高度 将来肯定会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林东旭笑而不语 又把视线放在了舞台上 突然又眉头目尾的说了句 可惜好景不长 开始了 江彻没明白他话中意思 正一惑着 舞台上模特衣服突然掉落了 衣服上珠子撒了一地 蹦到了江彻的脚边 和他剪的那颗一模一样 现场开始慌乱 有女人的尖叫声 还有快门的清脆声和闪光灯刺眼的白光 林继冲上舞台脱下衣服去包裹模特的身体 帮模特挡住闪光灯带来的焦距 林继在镜头前是那么无助 一切都来得太突然 江彻这才知道 自己口袋里的这颗珠子 还有刚才从自己眼前落荒而逃的男人意味着些什么 江彻站起来 正要朝他奔去 却被林东旭叫住了 虽然有人做了伤害计的事情让我很恼火 但是请你别做让我更生气的事情 是做勇者是哥哥吗 点赞关注看下集 当你担心自己会配不上对方时 就应该反思自己是不是真的爱上对方了 江彻看着在T台上手足无措的应付媒体的林继 正要起身过去帮忙 却被身后的林东旭叫住 虽然有人做了伤害计的事情让我很恼火 但是请你别做让我更生气的事情 江彻止住脚步 转头问他是什么意思 林东旭依旧高高在上的坐在那里 像那种傲视一切 什么都不放在眼里的王者 意思就是 我不允许别人寄予我的弟弟 他站起身要去林继那边 经过江彻身旁时又说了句 江彻 你什么也不会得到 你配不上他 然后便向林继走去 站在他身边 仅停三言两语就让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江彻听完忽然不自信了 不禁反思自己是不是真的配不上林继 现在的林继要掩夺目的像天空最璀璨的星星 他还会喜欢这样的自己吗 我们真的可以在一起吗 江峻称被记者对出来之后 就发现江彻有些不对劲 他推开人群走了过来 看着失神的江彻担心这家伙是想起以前的事了 试图叫醒他 被江峻称叫醒在自我厌恶里之后 回过神来江彻发现自己已经在外面了 你干嘛把我带出来 一会儿林继要是看见我不在 他要哭 江峻称使劲推了江彻一把打断了他 我看要哭的人是你吧 怎么回事啊 你一个人又在那里胡思乱想些什么 你又以为这个意外是你的错了 被人说中心事的慌张感让江彻摆口莫辩 手心紧张到攥紧了拳头 我看见坐手脚的人了 如果我 江峻称听到这对江彻吼道 对 什么都是你的错 你脑袋里到底装了些什么东西 都已经过去了不是吗 你心里的阴影到底还有多少 江彻 你看着我 他恨铁不承当 江彻所有经历过的事情 他都赔着经历了 他并不比江彻好受多少 都已经过去了呀 十年了 现在你找到了更喜欢的人 我们的爸爸现在也过得很幸福 没有人会盗取你的作品 没有人会骂你是杀人犯的儿子 你现在是所有人都值得尊敬的江彻 你知道自己有多优秀吗 为什么非要把别人犯下的错误强加到自己身上呢 江彻垂下眼眸 可是他哥哥说我配不上灵迹 看到有人破坏自己宝贝弟弟的个人时装秀 林东旭报复人的手段真是大快人心 因为秀场事故 林济刚住起来的声明一下就轰然倒塌了 他的才华和学识摆在那里 却怎么也抵不过外界的诋毁 魏启明坐在把台前 把玩着手里的林济秀场事故的珠子 心里暗暗窃喜 不枉我费一番功夫 那小子现在是声名狼藉了吧 他喝了一杯又一杯酒 既兴奋又紧张 那天林济对他说的话 他到现在还历历在目 他不甘 愤懑 对林济感到恶心 凭什么他可以拥有姜彻 原本姜彻是属于他的 只会对他一个人笑 对他一个人好 可是现在姜彻连一眼都不看自己 说什么让自己不要去打扰 说什么姜彻现在是他的 可笑至极 不过是动动手脚 就可以让林济做的所有努力功亏一块 真是让人感到兴奋了 把台里的调酒小哥不时看一眼 沉浸在自己想象中的魏启明 然后朝不远处的男人使了一个眼色 魏启明忽然感觉头晕 隐隐觉得不对劲时 那男人已经来到他身后了 下一秒他就醉倒在把台 手脚无力任凭男人带着他出去 魏启明被扔在阴暗密闭的房间里 他惊恐地看着几人眼前的人 质问是谁指使的 还顺便警告他们自己可是金家的人 黑暗处传来林冬旭冷漠的声音 不过是一个金家而已 我还不放在眼里 魏启明不认识林冬旭 但是从他的话语中也能听出来 对方式的比金家还狠的角色 他吓得急忙求饶 林冬旭冷笑一声 虚高临下地看着他 抓起他的下巴立声道 我只是让你去找江澈 可没让你碰不该碰的人 魏启明这才惊觉眼前人士 之前给他打电话 叫他勾引江澈的人 林冬旭向地狱来的恶魔 眼神凝沉地想要吃人 如果再有下次我要你的命 然后转身大不留心地走开 吩咐后面几人 让他们好好伺候魏启明 记得拍完照发到金家 魏启明这才反应过来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旁边几人撕扯他的衣服 就要开始研究大辣椒的种植技术 魏启明知道自己完了 依附金家得到的荣华富贵 这一切都完了 魏启明在酒吧被下药和人 轮流开会的事很快传到金家 他跪在金家大堂低着头 不服在金家各个长辈面前 祈求讨好 金兰亚手中拿着相片抬模看了他一眼 话语中却很是平静 记得我之前说过的话吧 魏启明无力反驳 心里虚得慌 他没想到那个人动作这么快 就把那些不堪入目的照片 送到了金家来 解释着这是误会 金兰亚显然更信手里的证据 误会什么 一甩手那些照片 就扔在魏启明的脸上 怒斥道 带着你这些恶心的照片 赶紧滚出我们金家 被当成丧家犬一样赶出来的魏启明 一拳锤在墙上出气 嘴上还不忘问候着未婚妻的祖宗 秀场出事后 灵记就一直没有见到姜彻 这天他特地找上门 姜彻看着坐在身旁的灵记有些心虚 因为昨天一声不吭 留下他就走了 虽然是因为灵冬去态度的问题 但是自己好像也不够有风度 想着要不先道歉吧 他看着灵记 两人一口同声地说了个你 意念合一让他们都羞红了脸 客气地让对方先说 灵记这时也不推荡 表示那就自己先说 他扶上姜彻的手 你气认真又温柔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 虽然不知道做什么能让你心情好点 但是我会一直都在的 姜彻有些疑惑 我好得很 你就不要操心我了 心情不好的不该是你吗 这下轮到灵记疑惑了 问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心情不好 姜彻担心地说道 你的秀出事后奖项被替 后续的走秀也被取消了 你难道不难过吗 灵记则一脸淡定 这有什么可难过的 失去了未来我会挣回来的 然后凑近姜彻 比起这些 我更执着于我眼前的 比如你 姜彻文言更心虚了 他躲开灵记炙热的眸光 可是我昨天甚至都没有留下陪你 灵记促上姜彻的脸 掰过来让他正视着自己 哥哥一定有自己的原因 虽然你没有留下来 但是我知道你是全世界最担心我的那个 而且如果一直被你保护 就没法成长起来之后保护你了 姜彻被这样一戏话说得有些无地自容 他没想到灵记是这样看待自己的 他轻轻抚摸上灵记的头 让他也要多操心自己 灵记却反驳道 可是我就是想操心你 怎么办 姜彻宠溺地看着眼前的少年 那就一直操心下去吧 姜彻的白月光又出来搞事情了 姜彻和灵记分别后 走在路上还在回味刚刚小奶狗对他的告白 心想着自家男朋友也太帅了 想到灵记那么为自己着想 他决心要找出那个在灵记时装修动手脚的人 正想着手就被人拽了一下 转头发现魏启明跪在地上拉着他的手 姜彻 求求你救救我 我现在没有地方可以带 我找不到人帮我 如果你不救我 我就要死了 看着魏启明那么狼狈的样子 他还是把人带到了餐厅了解情况 姜彻刚刚没仔细看他的脸 现在才发现他瘦小的脸旁上有许多小伤头 你这是被人打了 魏启明低着头 故意装的强忍住不发出抽烟声 看起来楚楚可怜的模样 他知道姜彻吃这套 姜彻 有人陷害我 我被金家抛弃了 以前只要他这样 姜彻就会心软的 他一定要姜彻重新接纳自己 姜彻愣了一下 但是他似乎不想听 这些什么豪门大家族的阴暗历史 尔虞我诈 他冷漠的抬头 这样啊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情 魏启明想了很多 可是他没想到姜彻会对自己这么冷淡 在心里想了那么久的话 这一时半会却说不出什么来了 姜彻看他不说话 不耐烦的催促着 说有事就快说自己一会还有事要忙 但其实心里想的是不想和他纠缠啊 怕灵纪知道会乱想 魏启明不想自己太过难堪 慌神之中让自己镇定下来 道 我现在没有钱 也没有地方可去 你能不能让我暂时住在你家 姜彻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喝口牛奶压压惊 扬起自己一贯公式化的笑容 果断道 不行吧 你住我家不大方便 这时灵纪打来电话 姜彻便和电话那头的灵纪聊着电话 好声好气地 声音也温柔了许多和刚刚的态度 判若两人 魏启明看着曾经只会在自己面前 露出这样表情的姜彻恨得牙痒痒 姜彻挂了电话后便起身 还有事吗 没有我就先回去了 魏启明有些难以置信 难道自己在姜彻心里一点位置都没有了吗 同时又把锅甩给灵纪 觉得姜彻之所以会这样对自己都是因为灵纪 他不甘心 渐软的步行就来硬的 他站起身喊住姜彻 白月光为了抢回姜彻 什么下三滥的手段都用上了 没想到姜彻会这么直接拒绝 今天真的太出乎自己意料了 这和自己印象中的姜彻根本不一样 见姜彻对他态度冷漠一点 不想搭理自己的样子 他只能利用灵纪秀场的内幕来要挟姜彻 要住进姜彻家里 姜彻本身也在调查这件事 但一直无下闻 无奈只能把他带到自己其中一套公寓 他把人领进屋 表示自己很久没来这里了 可能需要他自己打扫一下 然后转头语气有些不耐烦 住处我也给你找了 现在是不是可以把你知道的告诉我了 魏启明突然上前 一把抱住了姜彻的腰身 你留下陪我一晚好不好 就一个晚上 我一个人好害怕 明天我一定告诉你真相 姜彻喊了句滚开 条件反射的一把推开他 眼神里满是厌恶 我是不可能和你住一晚的 不要再和我有过多的肢体接触 魏启明被甩在地上声音带着哭腔 你不是喜欢我的吗 你以前明明的吗 姜彻突然大声吼荡 打断了他想煽情的话 十年了 魏启明 我已经够对你仁至义尽了 不要用以前这个词来博取我的同情 过你正常人的生活 和好好享受你要的有钱人的日子 我穷 我不正常 请你别碰我 我再给你两天时间 两天后还不愿意说的话没就请你离开 说完没等魏启明回话就离开了那个公寓 将撤出来后心情有些复杂 难以形容自己此时的心情 不知道该开心还是该觉得痛快 只能吐槽一句 哎 这都什么事啊 还是先给自家小朋友打个电话吧 脸的等会儿忘了他还傻傻的一直等着自己 灵济一直在等江撤电话 看到来电他接起电话 语气带着委屈的叫了声 撤 江撤敏感的察觉到了灵济的语气好像不太对劲 问他怎么了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灵济奶声奶气的说 我不开心 你可以来找我吗 江撤要了定位后马上火速的赶过来了 一进门就发现满桌子的酒 隐约觉得不对劲 他可没忘记这个小奶狗一喝酒就会化身小狼狗的 菊花突然一紧 这是要被爆炒了吗 点赞关注看下集 论灵济小奶狗的千层套路有多深 给江大总裁十个脑袋也想不到 何安顺应邀来到林家 灵济开心地拉着何安顺要一起玩游戏 灵冬旭这时从楼下下来 你们要单独去屋里玩游戏 何安顺听出来他语气里的意思 他知道灵冬旭不想任何人亲近灵济 底气不足地嗡了一声 灵济这个憨憨却会错意 以为哥哥是想和何安顺一起 他找了个去洗澡的借口就先溜了 何安顺不想惹灵冬旭生气 说自己先回去了 谁知灵冬旭这时把他推在桌子边 走什么 戏不是说了让你和我玩吗 魏启明被金家赶出来了 他心情不错 他捏起何安顺下巴 然后强势地就砍了上去 何安顺提醒着灵济还在楼上 灵冬旭却带他往楼下浴室走去 然后捂住了他的嘴让他别出声 他见何安顺目光闪烁 一脸动情又似乎像是在埋怨自己的模样 他俯上何安顺的脸 让他千万别一句 谁知这一幕被下来的灵济偷偷看在眼里 他没有惊讶哥哥跟何安顺的关系 而且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 他假借醉酒的名义把江彻叫过来 江彻赶过来后发现满桌子的酒瓶隐约觉得不对劲 但还是上前扶着看起来醉醺醺的灵济问他怎么了 灵济说自己好像发现了哥哥和他的秘书有不正当关系 江彻有些疑惑 他开始看林东旭对自己弟弟占有欲那么强 不是没有往内方面想过 但是现在看来好像是自己想多了 他有些好笑的安慰着灵济说 他是担心哥哥被抢走吗 他只是找到了幸福 就像你找到了我一样 灵济这时偷偷瞄了一眼江彻 不是的 哥哥找到了他的幸福 我很为他开心 我是因为别的事情难过 江彻有些疑惑 问是什么事 谁知灵济这时一把拽过江彻 把他压在身下 我看到了哥哥和安顺哥在一起OXX 就想起了我已经好久没有和江哥哥亲热了 这件事真的让我很不开心 江彻顿时感觉不妙 但是也挣扎不了 喝了酒的灵济 他根本奈何不了 灵济还故意凑近江彻耳边 江彻哥哥可以让我开心一下吗 江彻一句反驳的话都说不出口 就被灵济堵住了嘴巴 接下来就是紧烈屁可见内容了 一夜之体倾诉过后 江彻微微合眼 醒来才后知后觉 自己又被灵济套路了 他根本没有心情不好 就是骗自己过来头怀送抱的 有点头疼自己怎么会摊上这么一个小朋友 这一失英明算是灾了 转念一想又觉得算了 自己选的小朋友哭着也要追完 这时又接到魏启明电话 对方邀请他去公寓 表示会告诉他灵济秀场的事 江彻想着借这次机会把话说清楚 之后应该就能安心了 所以答应了魏启明 这时灵济醒了问他要去哪 他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灵济 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自己能处理 他报告灵济给了个早安稳 说自己有事要回之前公寓 处理完了晚上再来找他一起吃饭 江彻到小公寓的时候 魏启明他正在做着晚餐 他看起来有些紧张 江彻逆了他一眼 问他怎么还备了饭菜 魏启明把餐盘摆放好 又拿了瓶红酒 谢谢你今天能过来 我想最后和你吃一顿散伙饭 江彻还约了灵济一起吃饭 直接拒绝了散伙饭 表示自己只想知道 在秀场做手脚的人是谁 其他事就算了 魏启明见状又开始上茶艺 你是约了灵济吧 我果然比不过他吗 见江彻不接话 已经丝毫不吃他这套了 又拿起酒杯说道 我也不强求别的了 最后喝一杯好吗 喝完这杯从此不再打扰你 严禁于此江彻也不再拒绝了 到底还是念了旧情 结果酒杯没有多想就一饮而尽 看到江彻终于喝下杯子里的酒 魏启明嘴角露出一抹笑 江彻不想和他有过多交涉 喝完就让他赶紧说到底是谁动了手脚 魏启明不动声色 表明说当然可以 实则心里在墨树要笑会在几秒内起笑 不一会江彻发现自己不对劲 瞬间突然头晕目眩手脚无力 魏启明继续装着绿茶过去扶住江彻 还问他脸怎么那么红是不是生病了 江彻混迹酒吧那么多年 就是在笨野察觉到了自己被下药了 他猛推开魏启明让他滚开 江彻扶额不可置信地看着魏启明 发现自己莫名地涌上一股难耐 你天给老子下药了 魏启明脸不红心不跳地过来继续扶着江彻 江彻 你为什么让我滚开 我们以前明明那么相爱 我也不想离开你的 你为什么就不能理解我呢 我一直以来爱的人就只有你一个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想和你一起打一次扑克 我们以前都没打过 江彻会失身吗 点赞关注看下集 江彻本来是想过来问清楚 灵际秀场是谁动了手脚 没想到居然被自己的白月光下药了 他觉得自己以前真是眼瞎 难以置信魏启明做得出这种事 他恶心地甩开魏启明的手让他滚 魏启明不要脸地要把江彻往行间推 还蹲下做事要给江彻先来个热身运动 江彻 你和我试试吧 我会让你很开心的 江彻现在手脚无力环头晕目眩的 被抵在墙上动弹不得 情急之下他想到了灵际 快速地按下了灵际的快捷拨号键 灵际看到来电还以为 江彻是因为晚上约会的事情找自己 谁知接起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 魏启明正在强迫江彻的声音 灵际愣了一下也没想江彻这通电话 是求救还是魏启明故意的示威 他只知道江彻是自己的 灵际赶到江彻小公寓的时候 发现门市锁死的里面没有响动 他急得开始撞门但纹丝不动 忽然余光瞥见一旁的灭火器 一咬牙拿着灭火器三两下就把锁撞掉了 从门口看进房间 是满地灵乱的衣服 灵际的心紧的紧走进了半场的房间 但是里面并没有江彻 只有魏启明衣衫不整地坐在床上 他气急了上前抓着魏启明问江彻在哪里 魏启明似乎也喝了家调酒 说了句在厕所 还抚摸上灵际开始发浪 灵际又羞又气嫌弃的 一把推开魏启明往厕所跑去 江彻把自己关在厕所 身上不着寸驴 嘴里一直喊着灵际的名字 看样子还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灵际上前扶住江彻 拿起地上的衣服给他穿上 彻 我在这儿 你怎么了 江彻攀着灵际的肩膀 急不可耐地凑近他的脖梗 嘴里断断续续地说着灵际 我难受帮帮我 灵际安抚着江彻轻声哄道 乖 再人人好不好 我们先回家 灵际扶着江彻正要走 魏启明还在求着江彻别走 原本灵际还想做魏启明一顿的 可江彻在一边一直干扰着自己 只能恶狠狠地瞪着他 你要感谢我这次来得早 不然你今天别想活着踏出去 说完狠话带着江彻摔门就走了 留下茫然的魏启明 江彻重计被白月光下药 灵际千军一发之际霸道就妻 一顿忙活终于把人接回家里 灵际想去倒杯水让江彻冷静冷静 谁知江彻却从后面一把搂住灵际 嘴里说话断断续续 不 记 别走 帮帮我 我好难受 应该是要效还没过 灵际没见过那么主动的江彻 虽然知道他此刻脑子不清醒 但还是兴奋地想玩恶趣味 抱歉哥哥 看着你这么可怜的脸我实在下不了手 他还没消气江彻瞒着自己偷偷见魏启明 还被人算计下药 他拿起一旁的领带 蒙上江彻眼睛 不如把哥哥的眼睛挡住吧 然后就开始帮江彻解毒 他不知道在自己过去之前两人发生过什么 有些什么肢体接触 但是能肯定的是 魏启明那个家伙肯定碰过了江彻 他要把这些痕迹都抹除 一夜肢体倾诉过后江彻微微合眼 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里 昨晚发生了什么 脑子里的记忆也模模糊糊的 便张口问道这是在哪 一开嗓 喉咙就干涩难当 又疑惑自己嗓子怎么样了 灵际这时端着一杯水进来 彻 你醒了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江彻刚想问灵际怎么会在这里 抬头就看到灵际脖子上显眼的牙印 脑子里有东西忽然一闪而过 他看了灵际一眼 立马又把眼睛给闭上了 这下真是丢脸丢到姥姥家了 他依稀记得昨晚是自己主动的 用尴尬都无法形容自己现在的处境 以前还坚持自己失忆 昨晚那样算是怎么回事 他恼怒的转过身 让灵际接下来三个月都不要碰自己 灵际顿时就怂了 他以为是自己昨晚的猛眼不会玩脱了 马上着急忙慌的说自己给他做早餐赔罪 让他不要生气不要不理自己 江彻一抬头就看到灵际委屈巴巴 又眼泪汪汪的样子 什么气都消了 这样的灵际真的很犯规 江彻看到这身吸了一口气 无奈的说 如果做的好吃就勉强原谅你 他坐起身想起昨天自己去见魏启明 没有和灵际报备 还被下药整出这些事 心虚的想着要和灵际解释一下 他叫住灵际 话刚说一半就被灵际打断 他开心的转身说不用解释 我相信你 江彻被白月光下药的事 一直是灵际心里的刺 虽然最后还是便宜了自己 但是他并不打算放过这个至今 还在基于江彻的魏启明 他拨通了何安顺的电话 让他帮忙调查魏启明 并告知了江彻被他下药的事情 何安顺文言先是震冷海一回 然后不安地看向身后的灵冬旭 心中起意猜测这个事情 是灵冬旭指使的 因为他得知灵际秀场出事 是魏启明做的后 就说过要给魏启明准备一份大的 难道礼物就是这个样吗 他觉得自己越来越不认识 眼前这个自己深爱的男人了 多年前他曾经指使自己去 收买魏启明偷江彻的话 说是为了报复江彻父亲 他明明答应过自己 这种肮肮事只有一次的 为什么现在还不肯放过江彻 他早就变了 也许是时候放下了 如果已经到了结束的时候 还是自己提出来比较体面吧 林东旭注意到了何安顺的电话 魏是不是灵际出了什么事 希望他如实告知 不要企图像之前一样瞒着 何安顺像是看透了 林东旭眼里只有林济的嘴脸 犹豫再三还是拿出了 早就准备的辞职信 林东旭脖梗上的青筋开始明显起来 什么意思 何安顺像是突然松了口气 说自己要辞职 另一边的林济已经找到了魏启明 他把人带到一个废弃小仓库 林济站在椅子旁看着他 学长 坐呀 这脏是脏了点 但是安静了 椅子也只有一把 所以让给学长坐了 魏启明看着眼前这个脾里脾气的男人 莫明觉得害怕 林济不等他反应 不耐烦的直接拽过来摔在沙发上 面带微笑的对着他说 放心 这里就我们两个人 要是人多的我会被哥哥的人发现 所以你要替我保密啊 说完拿出两元电买的铅笔刀 抵上魏启明的脸 那时候是怎么和学长说来着 你为什么还要招惹他呢 魏启明突然有底气的大喊 江测他本来就是属于我的 江测是爱我的 要是没有你现在和他在一起的人会是我 林济点点头 一脸恍然大悟的样子 突然低声笑了起来 好有道理 不过我只要知道他在我身下高 的时候 喊的是我的名字就好了 一边哭一边说爱我 林济突然抓住了魏启明的手 抬手将那把铅笔刀狠狠地刺了下去 林济想要除掉刺在他和江测身边的刺 让和安顺查了魏启明资料后 就把人约到废弃仓库 他先给了魏启明一个下马威 将那把铅笔刀刺在他手上 魏启明脑内的神经突然崩断 突然心脏就开始猛烈地跳起来 林济这时像个发怒的狮子 手碰过他的身体对吧 怎么了 有没有亲过他 魏启明深呼吸了几口气 是又怎么样 哈哈 你这个样子江测知道吗 你可真是个疯了 林济听到江测的名字 眼神就变化了一点 彼此彼此 他松开魏启明 拔出自己的匕首转身要离去 请在两天之内消失在我们的眼前 魏启明这时却大喊起来 江测的父亲 之前被人谣传是杀人犯 那个被杀的受害者叫做林望 林望的妻子在他入病的那一天消失了 留下来两个儿子 你所谓的让我不要接近江测 只是占有欲 你在欺骗自己 你对他的爱别有目的 林济脚下脚步转身 恶狠狠地让他住口 那只是你一段自欺欺人的想法 你早就知道他父亲的身份了 林济知道他们父辈有不可深究的关系 他怕捅破了这层窗布置 会破坏他和江测的关系 所以一直不敢面对 但是现在被魏启明毫不留情地戳穿 他一下没控制住愤怒想送人去重新活胎 江测及时出现叫住了差点下手的林济 听到江测的声音 林济一下就清醒过来 魏启明被吓坏了 还以为自己今天会交代在这里 看人松懈他赶紧开溜了 江测是接到何安顺的电话赶过来的 他担心林济会做傻事 林济第一反应是问江测刚刚 他们的对话听到了多少 他怕江测看到自己这个样子和讨厌自己 也怕他会因为父辈的关系不要自己 江测没有隐瞒说自己都听到了 他心疼地把林济搂进怀里安慰 对不起 没想到你独自承受了那么久 林济有些惊喜 他伸出手加深了这个拥抱 没关系的 我不在乎这些 我只在乎哥哥 他们的是不应该牵连到哥哥 江测也想弄清楚事情缘由 安慰着林济 我相信这其中是有误会的 可我一起回家问问我吧 好 魏启会两人便一起回去见了江济海 得知江测带回来的人是林望的儿子 他有些欣慰原来长那么大 江测不想这个时候嘘寒问他 直接开门见山地问他当年事情的真相 江济海缓缓说出当年事情 原来当年林济的母亲林方欢迎爱生分 暗地里找了人相对江济海下飞舍 林望为了救江济海出世 虽然法律已经做出了应有的探觉 但是却阻止不了流言的传播 江济海站起身走向他们 当年是他太懦弱不敢打破世俗 和林望在一起才闹出了悲剧 他不想悲剧平衡 他看着江测和林济 陆辈的揪搁本就和你们无关 不管你们的决定是什么 我都会支持你们 得到支持的江测想是有了底气 紧紧握紧了林济的手 两人知道真相后 便一起离开了江家 这次手机突然接到梁军琛的来电 让他去问问林济知道不知道何安顺去哪 江测有些疑惑 八单子打不着边的两个人 江济琛找人家秘术干嘛 江济琛对是有些炸锚 说不是自己找 是林东旭找不到人 电话都打到这里了 这两人的关系 还是杨文锐牵的头 他想给江济琛开公司 于是业务上和林东旭有来往 一来二去 杨文锐和他两家公司就熟络了起来 但是江测不想理他们的事 如情地挂断了电话 比起这个 他更关心林济 回去路上江测还是有些不安 询问林济对于两人之间关系的决定 他像下定决心一样牵起林济的手 说 不管你的答案是什么 我始终会在这里等你 林济从没想过要和江测分开 打开时就是抱着永远在一起的目的去 得知江测心意和他一样 他开心极了 他深情地看着江测认真说道 哥哥 我的想法始终如一 我想把我的一辈子交定的可以吗 江测文言拽过林济把人紧紧抱在怀里 曾经那些遥不可及的爱情 现在近在咫尺 他不会允许自己再凑 漫画到这里已经完结了 但是小说里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 谢谢宝子们的支持